国家天文台消息 这颗由中国天文学家 发现并命名的小灵彗星 将于明天下午四点左右遇过地球 届时人们可以凭肉眼或望远镜 清楚看到这颗紫色的星星 在空中划过 根据我的计算 这颗小灵彗星在擦过地球之后 将继续沿着这条轨迹前进 而在它将会经过的地方 就给我亲爱的母星 半人马做比灵星β 哦 所以呢 所以 你没明白吗 兰兰 所以我可以回家了 我的飞船还没彻底修好 不能做长时间太空旅行 如果借助彗星的力量 那就可以一路搭乘顺风车回家了 哇哦 搭彗星的便车太酷了 没错 兰兰 这次我真的要告别地球了 我一定会想你们的 哈小龙 地球也是你的故乡 你就留在这里吧 等将来地球的宇航科技进步了 我们一定会在其他星星相见的 嗯 只要你一走 地球还不是我的 不过没有对手的日子 真是会很寂寞呀 保重啊 保重 以后常回来玩 奇怪 兰兰和哈小龙怎么不在 算了 时间来不及了 等我回到比铃星再跟他们联系吧 公主 哈哈秀你报告 我即将启程返回 太好了 哈哈 期待你的归来 再见 再见 奇怪 飞船重量怎么不正常 太难操控了 汪泽 不不不 我要 快加速 再赶不上 归星就不可能了 拦了 哈小龙 你们 你们居然偷偷留上飞船 我可从来没有登上过归星 这次机会太难得了 我真的不想错过 哎呀 你不用担心 我和哈小龙都商量好了 等平安到了比铃星 修好飞船 我和他在一起回地球就行了 你们想的太简单了 现在飞船超重 降落很危险 那个 快看 这就是归星啊 现在在我们脚下的 就是归星最重要的部分 归合 它是由岩石 尘埃 沙粒 以及大量冰块组成 为了这次归星之旅 我可特地研究过归星的知识 可是这里怎么跟在地球上看起来的 不太一样呢 那是因为当归星接近太阳的时候 一部分冰块会直接升华成气体 就变成了归星长长的尾巴 而掉落到地球的碎片 就成了人们所看到的流星雨 不好 有太阳风暴 蓝蓝 哈小龙 赶紧坐好 记好安全带 他已经进了 回去查一下 这一楼 危险 蓝蓝 快退好 快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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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解除 糟糕 喂 喂 公主 公主 这下 这下彻底完蛋了 太可惜了 如果不是那一阵太阳风暴 说不定我们已经成功回去了呢 都怪你 如果不是你们偷偷溜上飞船 根本不会出现这次意外 你生气了 是我错了 我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嘛 我们一起把飞船先好 再想别的办法好不好 现在 我和比铃星彻底失去联系了 没办法确定返航坐标 这下 我可永远回不去了 太好了 地球人和哈哈有矛盾了 只要哈哈再也不管地球的事情 统治地球 指日可待 兰兰 这又不是我们的错 别理他了 以后你们地球人有什么麻烦 尽管交给我吧 不关你的事 不关你的事 刚能粒子流即将清洗比铃星 请务必小心 是哈哈发来的信息 不好 我们的科技术 哈小龙 哈哈生我气了 我们也不理他 我哈小龙可以帮助你们解决一切难题 哈小龙你别闹了 我们和哈哈是朋友 现在一定是他最难过的时候 我要是可以做什么帮他就好了 哈 有了 我来试试看修好他 看能不能和比铃星联系上 还能不能用呀 糟了 我得让哈哈过来 你们联系上公主了 哈哈 那颗彗星爆炸带来的高能粒子流 破坏了我们比铃星的科技术智能系统 等于丧失了所有生活和工作技能 整颗星球已经瘫痪 那我们怎么办 哈哈 幸好你还在地球上 我将用我最后的能量 赋予你全新的能力 复制幻影 拥有这个能力 掌握他们的科学知识和技能 只有用知识能量重新点亮科技树上所有的叶子 比铃星才可以恢复原来的样子 你听明白了吗 好的公主 我一定会收集地球知识 拯救我们的比铃星 哈哈 我会帮你的 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你 蓝蓝 对了 好好 你们也要小心 那颗粒子流失 喂 喂 公主 不好了 不好了 你们快看静静新闻 即将进入太阳系 受此影响将会导致剧烈的太阳药般发生 地球磁场将遭到严重破坏 不久 全球电力通讯网络将面临瘫痪 听起来太可怕了 可是太阳药斑到底是什么呀 太阳药斑是发生在太阳上的爆发现象 会发射出各种电磁辐射 破坏地球上所有的电磁通讯 简单来说 就是全世界的手机 网络 电脑 电视 各种设备都会坏掉 我们的身体也会受到辐射 甚至被烤焦 这下可怎么办 地球是不是要毁灭了 如果我们有天文学家的知识就好了 一定可以想出办法拯救地球 对了 公主说过 它赐予了我一种全新的能力 叫复制幻影 可以让我复制地球上一切职业 并拥有它们的所有技能 那还等什么 快试试啊 这是什么 就像是情绪宝石一样的东西 可它为什么没有颜色 不知道 不过我现在的身份 就是一名地球的天文学家了 别管那么多了 高能粒子流和太阳药斑辐射 马上就要来了 你快想想办法 我试试看运用收集到的天文知识 计算它们到达地球的时间和角度 我有一个办法 但是靠我一个人很难完成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什么办法 我们需要制造一面巨大的磁场盾牌 竖在地球和太阳的中间 挡住所有的辐射和粒子 这样行不行啊 事到如今我们还是听天文学家的 无论如何一定要试一试 好 我倒要看看哈哈这个新能力有没有用 这到底是什么盾牌啊 看起来破破烂烂的 还又轻又薄 真的能抵御那么强大的粒子流和太阳药斑吗 司马清空 你别着急 这颗是收集了地球所有天文知识的宝石 只要装上它 我们的盾牌一定会起作用的 哈哈特制电磁防护盾 发射 这面特制的电磁防护盾 它虽然很轻很薄 但是是由高压电厂和一个强磁场组成的 当粒子流和辐射接触到盾牌的时候 就会发生偏转 阻止它们到达地球 太好了 太好了 能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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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石变颜色了 我明白了 只要我们掌握到各种职业的技能 透明宝石就会变色为芝石宝石 我想这一定就是公主想要的东西 可以帮助我们比铃星恢复原来的样子 原来哈哈在收集地球的知识 那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哈小龙 你赶紧记下来 到时候就可以跟它势均力敌了 那个防护罩叫什么来着 是用什么做的 哈哈 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天文学呢 如果不是为了拯救地球 天文学还有用吗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从宇宙来的 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元素 每一个粒子 都是宇宙从大爆炸到现在的全部历史 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 了解你看到的这片无垠的天空 就是在了解我们自己 你说天文学是不是特别美妙呢 闪电女侠真是太帅了 她用的百万伏特闪电枪好厉害 可是这么大功率的武器 是用什么来提供能量的呢 你关注的点还真是奇特呢 要不是闪电女侠章鱼博士就能征服地球了 太可惜了 蓝蓝 来客人了 来来来 快请进 好好好 这位是公孙兰小朋友吗 迈斯威先生 我超喜欢闪电女侠的 迈斯威先生 你是我爸爸的小学同学吗 爸爸你怎么不早说 闪电女侠给你眼上小决斗的时候 为什么不用空气电力隐身呢 他的鲨鱼队长在水下战斗的时候 是怎么呼吸的呢 闪电女侠百万伏特枪使用的能源是什么 就最后一个问题 下一期的闪电女侠讲的是什么故事 下一期闪电女侠的手稿就在这里 我一会儿就要送去出版社呢 真的 我可以看吗 不行 在出版以前谁也不能看 好吧 老麦 我带你去院子里看看 好的 我们出去看看 蓝蓝 一会儿把茶水端出来啊 小龙 糟糕了 外叔叔的小提包 要是弄湿了手稿就糟糕了 还好没事 闪电女侠大战变种星星 好想看 卖叔叔说了不行 我也想看 我就看一页 一页 这仙墙 这古之后图 这星星 太精彩了 反正都看了一页了 要不 快分下一页啊 现在是看漫画的时候吗 给我好好想想怎么征服地球 可是 这是现在最受欢迎的漫画手稿 机会难得 最受欢迎的漫画 有了 你去把手稿抢来 把主角改成我哈大龙 这样 地球人就会心甘情愿地 欢迎我来统治他们了 哈哈哈哈 你做主角 有人看吗 小废话 快去 小龙 你要干什么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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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里跑 这锅罗宋汤算是完了 手稿泡汤了才是重点好不好 这可是麦叔叔要交给出版社的唯一一份手稿 完蛋了 等等 我们已经看过了手稿 所有的内容都记得 如果我们变成了闷画家 就能重新画一份 太好了 太好了 技能宝石有了 接下来就看我的了 完成了 漫画家要用到的工具 都在这个万能漫画手套上了 太帅了 我还需要两个模特 没问题 我就是闪电女侠 你就是变种猩猩 好棒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实验室里的变种猩猩躁动不安 漫画家一般用铅笔和橡皮打草稿 然后用不同粗细笔尖的蘸水笔来上墨线 给头发 眼睛 衣服褶皱和金属增加光泽 就用白色颜色颜色颜色 各种图案的王点纸可以用来做背景 一声巨响 篇中猩猩冲错笔子 逃出来了 闪电女侠 出动 有速度线可以增加画面的动感和冲击力 你老是挨打呀 反击 给我反击 看我的百万福特闪电枪 你怎么又倒下了 没办法 她是主角呀 来了 你怎么停了 这一顿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啊 根据杠杆定理 夹在杠杆两头的力与力臂的长度成反比 漫画里闪电女侠的体重是50公斤 变种猩猩的体重是200公斤 那么这个跳板的质点必须遇到这里 闪电女侠才能把变种猩猩弹飞 刚才在看手稿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里画的不对 好 那我把它改正了 过来 什么杠杆利弊之典的 你说的我一句也听不懂 嘿嘿嘿 掩饰一下你就懂了 抓紧时间 接下来情结是什么 你怎么了 我还没来得及看完结局 手稿就被你抢走了 我就不知道故事结尾是什么样的 哎呀 管不了那么多了 蓝蓝 快编一个结局 不然时间来不及了 哦 还是俩 要走到吗 闪电女侠 把变种猩猩她 看妻肩 maid 很好 看妻肩 变种猩猩 征服地球了 不能 想要三个音语都 dire 带你带回笔灵星 你就在监狱里做梦吧 带回笔灵星 回家 有啦 我想到结尾啦 睡觉 一礼 拍四部 还一orts playable 好 好 对不起 麦苏伊先生 那个 那个 是我改了您的手稿 但是 我不是故意的 这 这是一连串连锁反应 我先是不小心把茶水 洒到了您的包上 担心手稿失了 然后就拿出来看了一眼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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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是来谢谢你的 你把手稿里的科学常识 错误改正了 而且出版社编辑和读者 都很喜欢你的结尾呢 真的吗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来做闪电女侠的科学常识小顾问呢 真的吗 太棒了 变种猩猩是被猎人从原始森林抓到实验室的 它想念它的家 想念它的亲人 所以才掏出了实验室 闪电女侠制服了变种猩猩以后 把它送回了家 变种猩猩终于和亲人团聚了 这是烧菜机器人 这是自动叠衣服机 这叫增强现实技术 能把虚拟的东西投影到现实世界里 哇 好酷 恐龙就要追上你了 快跑 当心 有颗小星星飞过来了 快躲开 小星星 哪里啊 那里那里 来不及了 快用激光炮 什么 鸡肉包 快按红色的按钮 哎呀 奶奶 你把我的飞窗给炸了 这不是你让我按红色按钮的吗 跟你玩游戏真没劲 姐姐 你来陪我玩一盘好不好 我奶奶实在太笨了 不可以这样说你的奶奶 小萱就爱玩电子游戏 我们小时候玩的踢剑子丢沙包 她都不感兴趣 为了跟她有点共同语言 我只好陪她一起玩 可是又被嫌笨 哎 我们老人是被科技遗忘的人呢 小萱的奶奶很想和小萱一起玩 可是小萱爱玩的游戏她不会玩 她小时候玩的踢剑子丢沙包 小萱又不感兴趣 要是能有什么办法 能让祖孙俩玩到一块儿去就好了 现在热门的手机游戏 有愤怒的小机 绝地大作战 梦幻小精灵 奶奶小时候玩的踢剑子丢沙包 听起来都不刺激 难怪小萱不感兴趣呢 哎 如果我们把以前的游戏改个名字 说不定小萱就想玩了呢 比如说剑子就叫飞羽流星 沙包就叫幻影精灵 这样一改 好想玩啊 可是就算小萱愿意跟奶奶一起玩 奶奶年纪大了也玩不动啊 除非有时间机器能让奶奶返老还童 时间机器返老还童 哼 我知道怎么让奶奶返老还童了 你是认真的吗 那么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没法发明出这样的机器呢 真的时间机器我是做不出来 但是在虚拟现实的程序里一切都有可能 哈哈 能不能用你的复制幻影能力得到程序员的技能 我们来开发一个虚拟现实的体验程序 让奶奶返老还童跟小萱一起玩 原来是这样 交给我啦 编程序就好像对电脑说话 要按照规定的语法告诉电脑 你要它帮你完成什么任务 虚拟现实程序需要对程序里出现的物体进行设置 箭子下落的时候哪一头朝上 下落的速度有多快 沙包有多重 尺寸是多大 哇 编程的工作完成了 硬件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没问题 让我来做一个虚拟现实投影仪 欢迎参加夺宝大作战老少皆宜 兰兰姐姐 什么是夺宝大作战呀 这是一个虚拟现实体验游戏 你需要得到三样宝物才能通关 那三样宝物就是飞雨流星 幻影精灵和狂舞精神 我要玩我要玩 那就麻烦你带小萱进去吧 我在外面等着 奶奶您别走 是让老人和孩子一起玩的 什么流星啊精灵啊 我不会呀 相信我 你一定是高手 来吧 这么好的机会赶紧抓紧时间好好利用啊 机会 什么机会 把时间机器抢过来 要是我们能回到过去 征服地球还不是小菜一碟 怎么什么也没有啊 宝物在哪里啊 别着急 夺宝大作战现在开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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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变年轻了 啊 目光变年轻了 连手脚也变灵活了 感觉身体好轻松啊 夺宝大作战是我们开发的虚拟现实程序 在这个程序里 爷爷奶奶的外表和身体状况被设置成十岁时的状态 所以你们在这个程序里烦老还童了呢 原来奶奶小时候是这么可爱的小姐姐呀 别叫我奶奶了 叫我英子姐姐 那我就是铁蛋哥哥啦 看宝物 要赢得夺宝大作战 就要熟练掌握这三样宝物的用法 飞羽流星只能用脚踢不许落地 踢的次数越多得分越高 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金毛剑子吗 什么幻影精灵 不就是个沙包吗 哦 狂舞金蛇原来就是跟长蛇 哇 好酷的飞羽流星 想当年踢剑子 我第二没人敢做第一 电脑游戏我玩不过你 丢沙包我从来没输过 哦 怎么样 你们敢不敢跟爷爷奶奶 不 哥哥姐姐能比比看 哼 比就比 有什么不敢的 要是我赢了 可别再拿年纪大做借口了哦 来吧 这些游戏连我都没玩过呢 一起去玩吧 好啊 狗狗乖 把沙包叼过来 我才不是狗狗 扔得挺好啊 一起来玩吧 来啦 别看这孩子长得跟灯泡似的 踢剑子倒是学得挺快 来啦 你也太差劲了 还不如我们外星人学得快呢 我就是天生手脚不协调嘛 哼 你怎么玩起来了 把任务都忘了吗 这不是时间机器 这是虚拟空间 虚拟空间 那你就虚拟地征服这里的地球人吧 就当是演习 好吧 可是要怎么做呢 有了 活蛋了 游戏玩得好有什么了不起的 半姑娘是靠头脑取胜 兰兰 这个程序不是可以修改参数的吗 你把你的参数修改的厉害一点 不就能赢了吗 好主意 账户密码到手 我要跟你单挑 别开玩笑了 别小看我 我现在可不一样了 既然你这么想输给我 那就来吧 看球 你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 这种简单的游戏 本姑娘稍微练习一下就成高手了 什么声音 怎么了 游 游 游怪兽 地球人 做我的奴隶吧 小龙 他怎么变得这么大了 他一定是修改了自己的参数 为什么他会知道怎么修改参数 一定是在我修改的时候偷看到了 原来如此啊 兰兰 你作弊 我就是想赢一次嘛 好了 先对付哈小龙吧 大家别慌 我们团结起来就能变成怪兽 好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就帮你… 我好累 我好累 耶 好累 好累 他? 他 money 他? 他在家里的夜景 我哪有àcies 我… 不是 我好累 那… 兰兰 谢谢你 我已经几十年没这么开心过了 每个周末 您都可以带小萱来玩得宝大作战 太好了 小萱呢 我接住了 这比手机游戏有趣多了 今年第一号台风海魁已在本时登陆 江滨路果树路一带 有许多棵大树被路吹倒 好可怕啊 请各位市民朋友尽量避免出行 怎么停电了 看到里 水电煤气都停了 我们只能吃饼干了 地球好可怕呀 你想回家 我在比林星可从没见过这么可怕的大风 我们家都停电了 我家也是 哼哼 我在台风登陆之前 用旧的汽车电池做了一个应急发电机 在家看了一整天的动画片 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讨厌 你这叫幸灾乐祸 诶 诸葛聪明怎么还没来呢 诸葛聪明 你在哪儿呢 蓝蓝 我受伤了 什么 大树倒下来 砸破了我房间的天花板 我的头被砸破了 房间里也被淋得一塌糊涂 不光天花板要修 整个房间都要重新装修 是啊 你认识什么室内设计师吗 让我想想 不用想了 让我来找一个最棒的室内设计师 说吧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房间 既然要重新装修 那我想要与众不同一些 能不能设计的科幻一点 未来一点 这个你放心 你忘了我是从哪来的吗 我会让你见识一下 比林星人的房间长什么样 真的吗 真是太期待了 螺丝刀 电烙铁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发明的全能设计模拟器 有了它 装修设计就像搭计木一样简单 哇 听起来好厉害 怎么用的 走 先去你家 先用这个模拟器 把你房间的大小 房间里的家具 墙壁和地板下的水电线路 都扫描一遍 接下来 我们可以在这个模型上 发挥设计师的技能 想设计成什么样子都可以 太棒了 我更期待了 包在我身上 沙发 沙发这样放好看 不行 这样会挡住移橱的门 空调 就放在这里 不行 空调不能直接对着床头吹 室内设计原来不管是好看就行 还要考虑这么多事情啊 那当然 所以室内设计师要懂的东西可多了 要有艺术家的审美 建筑师的空间想象力 水电工的知识 还要熟悉各种装修材料的特性 喂 又要我征服地球了吗 好想念比林星的家啊 这一次 我要你好好帮助哈哈和兰兰 给诸葛聪明一个最漂亮的比林星房间 没问题 快起来 别偷懒 张修这活比征服地球还累 你现在是名副吉时的蓝蓝了 蓝色的蓝 火大了 好激动 好激动啊 恭喜你 成为第一个住进万兴人房间的地球人 哇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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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怎么一进门就踩空了 这地面怎么是斜的 比林星人的房间是圆的 就像个泡泡一样 所以一进门就是一个斜坡 原来是这样 那我得习惯一下 好漂亮的星空 就跟我家一模一样 比林星人是宇宙的探索者 家里的墙上和天花板上 都画着星空图 随时看随时记 废得滚瓜烂熟 所以在宇宙里永远不会迷路 好棒的射箭 窗户在哪儿啊 比林星有三个太阳 阳光比地球强烈得多 所以 房间里都没有窗户 原来是这样 其实我比较喜欢房间里有大窗户 那你就习惯一下吧 哦 好吧 这椅子靠背太低了 脖子没地方靠 比林星人没有脖子 不需要这么高的靠背 要不 我习惯一下是吧 好的 这是我的床吧 这是我的床吧 猜对了 快躺进去试试吧 这床太短了 比林星人都跟我长得差不多高 要不你把身子全起来试试 感觉怎么样 有点奇怪 我习惯一下吧 诸葛聪明 怎么还没来 这家伙又怎么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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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诸葛聪明 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 还不是因为 你们给我设计的房间 我全着身子睡觉 腰酸背痛 地板不平 害得我摔了好几脚 房间里没有窗户 我出门就被阳光刺得眼睛疼 只好戴起墨镜 总之这个房间 我一秒钟都戴不下去了 这 这明明就是按照 比林星人的生活来设计的呀 哈哈 看来 我们把室内设计 最重要的一点给忘了 那 那是什么 是生活习惯 房间设计的再漂亮 再高级 主人住的不舒服 不习惯 都是白搭 我知道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还来呀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诸葛聪明 现在你看看 这房间怎么样 好像舒服多了 是爷爷很开阔 不过 好像普通了点 要是能有点科技感 那就完美了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我保留了你喜欢的星空图 这下满意了吧 完美 好 哇哦 哇哦 奇怪 哎呦 奇怪 哪里出问题了呢 这汽车的动力设计太落后了爸爸 想不想见识一下比铃星的汽车呀 好啊 不要啊 来啦 来吃早餐啦 不过来 来啦 来啦 你的衣服又不合身啦 妈妈早就给你买好了新衣服 要不要试一试 别别别 妈妈你挑的衣服都奇奇怪怪的 我觉得不太适合我 而且这件衣服还能穿呢 来啦 把牛奶递给我 我去换件衣服 怎么样 还是穿妈妈买的吧 好吧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兰兰嘛 原来 地球人换件衣服 变化可以这么大 我们兰兰真是太可爱了 像不像漂亮的小公主 妈妈就是喜欢看你穿裙子的样子 你看 妈妈还准备了蓝色和绿色的 以后你可以每天换着穿 你们地球人的衣服真是太多了 各种材质款式都有 在我们比铃星只有宇宙航行的时候 才会穿一下宇航服 平时的衣服可没这么多 我 我还发不得衣服的样子越少越好呢 至少我妈不会给我乱买衣服了 蓝蓝 这是你吗 哇 你的裙子真是太漂亮了 不是每个女孩子都喜欢穿裙子的 在我看来 这样的衣服可太不方便了 公苏蓝 你今天看起来很不一样哦 不过你穿成这样还能不能跟我们一起组装机器人 可别拖后腿哦 司马清空 你别小看人 无论我穿什么衣服都不会输给你 我再也不想穿这样的衣服了 是不是幻影 大家好 我现在是服装设计师哈哈 这位客人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吗 嗯 我想要一件穿上又方便做事 又不容易脏 最好还能跟着各自一起长大的衣服 这样就不用总是买新衣服了 了解 服装设计师跟过去的裁缝很相似 我们的工作就是给大家制作各种衣服 要做好一件衣服 需要量体 设计 选料 裁剪 缝纫 运烫 不过现代的服装设计师 会更加注重服装的专业需求 功能性和时尚元素 看 这件就是根据公孙兰小姐的要求 制作而成的特殊工作服 来吧 请试穿一下 太棒了 又合身又轻便 哈小龙 你干什么 这件工作服是由纳米材料做成的 任何污渍都可以冲干净 不会弄脏衣服 另外最神奇的一点是 它有充分的弹性 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身高尺寸自动贴合 蓝蓝即使长高长胖 也一样会觉得衣服非常合身 太棒了 这件衣服真是太实用了 哈哈 我冬天特别怕冷 可以帮我做一件不怕冷不怕热的衣服吗 哈哈 你还会做别的衣服吗 我如果想要漂亮的连衣裙可以做出来吗 我这么胖 可以做出让我显瘦一点的衣服吗 我 我也要 我想要特制的恐龙服装 哼 有什么了不起 我买来的衣服也挺好的 哇 光靠你一个人根本做不过来 我有个主意 有些工作可以让机器来完成 各位顾客 大家好 这是我和哈哈一起发明的智能制衣镜 这是一台神奇的机器 也是一台可以解放服装设计师的机器 至于怎么使用 我们请哈哈来给大家介绍 我们首先请第一位客人 杨燕小姐到镜子前来演示一下 请问这样的款式您满意吗 可以换个颜色吗 您可以对着镜子直接说出想要的颜色 红色 不 紫色 蓝色呢 我想要银河的颜色 哇 这个颜色可太美了 我要裙子再短一点 裙摆上再给我绣一串星星好了 这台智能制衣镜 不但可以测量顾客的身材尺寸 也可以根据顾客的需求来更改设计 它还能根据衣服的各种需求 来自动选择面料 在这台机器上 只要你想得到的衣服和功能 统统都可以被制作出来 意大利西装 要可以调节温度的 夏天凉快 冬天热的衣服 我 我要显瘦 穿上显得身材特别好 我们恐龙是地球之王 要穿上大家都会崇拜我 仰视我的衣服 司马晴空 你不需要低谷衣服吗 那好吧 既然你们这么辛苦地发明了这台机器 我就为你们捧个场吧 我想要衣服 神神秘秘的 他到底想要什么衣服啊 这件衣服太棒了 体育课也能穿 跟爸爸一起做发明也能穿 我妈再也没有理由给我乱买衣服了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多功能服装 看起来很普通 却隐藏着各种奥妙 可以听音乐 打电话 还能提供各种专属服务 您的心跳六十一 体重三十三公斤 健康状况良好 建议一小时后 食用水果和点心 已经根据您的口味 下单硬好和巧克力蛋糕 稍后即可送达 哇 想不到司马晴空为衣服设计了这么多功能 兰兰 你的衣服可被她比下去了 我的衣服一定要比司马晴空更安分 我还要装这个 还有这个 兰兰 这样真的好吗 会不会太危险了 反正我不能输给她 兰兰 小心 现在人人都要穿这台机器制作出来的衣服 我们不如搞点小破坏 只要控制住衣服 我拿小龙就能控制你们眼泪了 现在时速每小时损失功力 目的地回家 预计三分钟可以到达 现在这个时代最宝贵的是什么 时间 你跑得再快也不如我飞得快 兰兰和司马晴空又跟上了 这两个人都七岁和九岁了 怎么还跟四岁和五岁的孩子一样 他们再比下去不知道会出点什么乱子 司马晴空你别费心了 我的衣服一定是最拉风最厉害的 不可能 我绝对不可能输给你 我设计出来的衣服才是最棒的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前往少科寨 前往少科寨 看 我就知道你的衣服不行 很好 要是控制住更多人的衣服 大家就都得听我们了 不行 你好像痛了 我也是 他不听我指挥了 我得把机器关掉试试 糟了 你和司马给衣服增加了太多功能 现在已经彻底失控了 那我们可怎么办呢 救命啊 我不想被一件衣服控制住啊 我想要让衣服恢复正常 最关键的因素 还是要靠你们自己 靠我自己 我 我知道了 兰兰是因为我们给衣服增加了太多不必要的功能 所以他才会失控 想要衣服恢复正常 只有一个办法 让我的工作服带一点点蕾丝花边 不用太明显 这里再加个蝴蝶结 还好制衣继绣好了 大家还能穿上他制作出来的衣服 可惜现在除了正常的衣服 不能再附加其他功能了 不过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衣服永远是为人而服务的 是人穿衣服 而不是衣服穿人 我们千万不要被衣服给控制住了 没错 只有适合自己的衣服 才是最好的衣服 是知识宝石 亲爱的 今天是我们结婚八周年青年日 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你每天都鞭策着我们不断努力 督促着我和女儿 工作学习写作业 催着我们早起早睡 少打游戏 监督我们每端都要吃青菜 多做家务 多运动 如果没有你 我连自己的袜子都找不到 谢谢亲爱的 你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是我准备了很久的礼物 希望你喜欢 这是在国际空间站 培育出来的太空玫瑰 又美丽又热烈 象征我对你的爱 直达整个宇宙 亲爱的我太喜欢了 我一定会好好照料她的 爸爸妈妈也真是的 结婚纪念日的礼物我自己不管 还要让我一个人来照料这盆花 你可不是一个人 还有我跟哈小龙呢 哈哈 你在研究什么呢 这是人造云 如果成功的话 就可以重新恢复我们比灵星的气象系统了 看起来好像不太成功 可恶 我是要征服地球的恐龙 怎么能被一团云给欺负 好 亲爱的蓝蓝蓝 妈妈呢今天要加班 让你照顾玫瑰花真是不好意思啊 宝贝 妈妈的玫瑰花怎么样了呀 好像快开花了 太棒了 你要记得放音乐给她听哦 听说这样开出的玫瑰才会又大又香 我等一下就回来了 我等一下就回来了 希望到家的时候 会有美丽的花朵迎接我们 看来在他们心里 玫瑰比我还重要 不 看小龙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妈妈马上就要回来了 看到玫瑰花变成这样 天呐 蓝蓝别急 如果这时候有个圆异师 一定可以搞定的 我今天是圆异师哈哈 关于花花草草的事尽管交给我吧 哈哈 别耍帅了 快想想办法怎么救玫瑰花吧 这个好办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高科技花盆 这是我哈哈特制的快速生长花盆 我们先把玫瑰花和泥土重新放进花盆 要知道 所有的植物也和人类一样 有的喜欢冷 有的喜欢喝水 有的不爱喝水 它们需要的营养元素也不一样 这个花盆会进行基因分析 检测到种植的植物种类和泥土成分 然后自动调节出适合它的超级营养液 它活是活过来了 可是之前都快开花了 现在花苞也掉了 妈妈回来还是会不高兴的 要加速植物生长 除了营养元素 最重要的就是阳光和温度湿度 有了 人造云 人造云 天哪 我的玫瑰花真是太美太香了 谢谢你老公 我们的家变成玫瑰花园了 我也没想到太空玫瑰这么能长 妈妈 救命 快放我们出去 我 我们 我们不能动了 原来多亏了这个花盆 玫瑰花才长这么快 原医师哈哈 你还挺有两下子的嘛 爸爸 我们还可以种些别的花朵 不带刺的就行 不准 以后不许再在家里用这个花盆了 好好的玫瑰花都长成妖怪了 你看我一手的刺 你看 这花盆还很危险 以后不许玩了 我可不想浪费这么好的发明 可是 妈妈不许我们再种花了 就是 我讨厌这个花盆 不准再用了 不然我就要去跟妈妈告状 可是 如果我们种的不是花 而是好吃的呢 好吃的 原医师应该不仅会种花 也会种水果吧 我们可以种些梅刺 要好吃的水果 比如 西瓜 葡萄 还有草莓 行是行 可是 万一被妈妈发现怎么办 我们想想办法 对花盆进行改造 限定它的生长范围 就不会被妈妈发现了 好 说干就干 嗯 奇怪 兰兰还没睡吗 他们在搞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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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呐 好了 我和妈妈知道 你们是想利用园艺技能 把家里变成果园 这个想法非常好 我们不会怪你们的 但是 你们必须控制好植物的掌势 进行合理的种植 不然就算它是植物 一旦失控了也是很危险的 我 我知道了 好吧 我允许你们在家里进行实验 但是不能光种水果 也要满足妈妈买菜的需求 太棒了 我们的家变成了花果山 看来园艺真的能让生活 变得更美好 种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植物 我的草莓都吃不上了 不行 我要想想办法 把生长速度调到最快 还有果实沉寸也调到最大 这样就算只长一个 也可以让我吃到饱了 天哪 怎么会长出这么多草莓 还有这么多虫 这样我们都出不了门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虫子啊 草莓好可怕啊 根据我作为一个园艺师掌握的知识 这是草莓常见的病虫害 只不过因为我们的草莓 长得太大了 所以这次的虫害特别厉害 我的天呀 太讨厌了 我不吃草莓了 那这些虫害究竟要 怎么才能解决呢 走 我们去少科栈 配这种农药 才能杀死这些害虫 快点 哈哈 虫子越来越多了 好 成功了 我把药水注入人造云里了 接下来就看它的了 无论什么科技 一旦失控了 都很可怕 我们还是让所有的花果 按照自己的生长规律来成长吧 我们再也不要拔苗助长了 照料好植物 让它们拥有自己原本的样子 才是一个园艺师应该做的 亲爱的 来帮忙 老婆 我来了 希望它再次开花的时候 可以让更多人闻到玫瑰的芬芳 这是我们爱的结晶 老婆 你真是太棒了 看来对于你们地球人来说 最好的养分果然还是爱呀 爸爸 你好了没 爸爸 你好了没 还没好 你去楼上的厕所 我在里面 你还要多久啊 我快忍不住了 娜娜 喝好了 又不行了 你们这是怎么了 哎呦 我们可能失误撑头了 我和哈小龙跟你们吃的一样 怎么没事呢 大概因为你们是外星人吧 这 这可怎么办 哈哈 地球上有一种科学家 叫微生物学家 专门研究细菌病毒 这些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 我知道了 只要我获得微生物学家的技能 就能确认你们感染的是什么病菌 就能知道怎么治疗了 全靠你了 现在我就是微生物学家哈哈了 兰兰 为了确认到底是什么让你们拉肚子 我能不能到你们的肚子里去看一下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 你 你 这么大 怎么到我的肚子里去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把微生物学家宝石装在飞船引擎上 飞船就能变小 我就能到你的肚子里去了 原来是这样 哈小龙 别傻站着 这可是征服地球的好机会啊 为什么 是因为妈妈拉肚子了吗 笨蛋 是你们病菌 病菌 病菌是会让人类拉肚子 对我们外星人不管用 这不是用来征服地球的最好武器吗 对啊 你跟着哈哈一起到兰兰肚子里去 收起一些病菌带回来 我们就能用它来征服地球了 哈哈哈哈 哈哈 你能带我一起去吗 为什么 因为 你在兰兰的肚子里 又要开飞船 又要找病菌 多个帮手 多分力量嘛 好啊 没问题 谢谢你 哈小龙 给 我们在你肚子里的时候 随时保持联系 好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时空胶囊 一会儿飞船变小后 你把飞船放到这个胶囊里 哇哦 飞船变得这么小了 你 冰菌 哈哈你们怎么样了 还有多久才到底啊 快了快了 前面是奔门 过了奔门救到位了 来了 我们刚刚通过你的食道 现在 到了你的胃里了 我的胃 看上去还好吧 惨了 惨了 我们要为胃炎融化了 你的胃 好得很 正在消化我们呢 我们得赶在胶囊融化之前离开这里 又快点 再快点 我可不想变成蓝蓝的夜宵 前面是幽门 过了幽门就到小肠了 小肠里有危险吗 放心吧 小肠是安全的 总算能松口气了 这是什么怪物 别怕 这不是怪物 这是双齐杆菌 发现细菌了 是不是它害我们拉肚子的 双齐杆菌是好的细菌 它在人的肠道里 可以提高钙 起碎的利用率 促进铁和维生素D的吸收 还可以产生多种维生素B和氨基酸呢 这么一说 这双齐杆菌看起来还有点可爱呢 那是什么细菌 是好的还是坏的 那是氏酸乳杆菌 也是好的细菌 它可以帮助消化牛奶等乳制品 在这个过程中 产生乳酸 酵素 抗生素 和维生素B 哇 蓝蓝 你的肚子里有好多细菌呢 密密麻麻的 数也数不清 我有一肚子的细菌 这可怎么办 别担心 正常人的肠道里 有一千多种细菌 总数可以达到几十万亿 是人体所有细胞数量的十倍呢 这些细菌平时和平相处 只有失去平衡的时候 才会让你生病 刚才看到的双脊杆菌 和氏酸乳杆菌 都属于乳酸菌 能帮助你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 那蓝蓝肚子里的细菌 平衡吗 让我来统计一下 小肠这里的菌群正常 看来问题出在后面的大肠 走 我们去大肠看看 大肠里是干的 是啊 小肠消化剩下的食物残渣 到达大肠 大肠进一步吸收掉 食物残渣里的水分 最后就形成了粪便 不行 这样看不清楚 我们得出去看看 什么 外面一定超级臭 我不压 你什么意思啊 是你的 是你要来的 现在反悔了吗 那好吧 好臭 带着防毒面具也能闻到臭味 你够了 好臭 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这是大肠杆菌的一种 大肠杆菌 一定是他让我拉肚子的 大肠杆菌也有许多种 这种大肠杆菌是好的 原来是他 没错 这是长出血性大肠杆菌 是一种治病的大肠杆菌 就是他让你们拉肚子的 我再到前面去看看 统计一下数量 那我就留在这里 看一手飞船 好 太热心了 我下次再也不来这地方了 蓝蓝 我已经确认了 你们拉肚子的原因 就是长出血性大肠杆菌 我知道了 那你们快出来吧 呃 那个 你要到厕所去准备一下 知道了 是长出血性大肠杆菌 害我们拉肚子 那要吃什么药呢 抗生素 还是止些药 其实不用吃药 你们要做的 就是多喝水 卧床休息 适当补充电解质盐分 靠自己的免疫系统 就能战胜病菌 折腾了半天 原来我只要喝热水就可以了 至少我们可以安心了 嗯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我们得找到病菌的来源 防止再次感染 长出血性大肠杆菌 通常来自于家畜的生肉 或者是被家畜粪便 污染过的水果蔬菜 啊 我想起来了 昨天我切完牛肉 没有洗砧板 直接在上面 切了苹果给大家吃 原来你才是罪魁祸首 带来了吗 带来了 嗯 怎么是空的 我们从蓝蓝肚子里出来之后 就恢复到了原来的大小 大厂感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变大 还是那么小 所以看不见 哼 原来是这样 那还等什么 赶快行动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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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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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过手了吗 洗过了 是用洗手液洗的手吗 用的是这种能消毒的洗手液 砧板消过毒了吗 砧板和菜刀都用开水煮过了 生熟分开 做得好 七十五度以上的温度 就能杀死长出血性大肠杆菌 嗯 嗯 蔬菜和水果呢 放心吧 我赌上家庭主妇的尊严 哈哈哈哈哈哈哈 小君君 君君 敷灭了 嗯 终于完成了 不就是一根棍子嘛 这可不是一根普通的棍子 这是如意清洁棍 除了扫帚 还能变成拖把 吸尘器 打垃圾 擦窗戟 哎 你的作品算完成了 我连灵感都没有呢 同学们颤抖吧 这是我的消防人机器人 晴空一号 有水枪 还有灭火剑 哇 还有消防云梯 太酷了 你走开 不要打断我的思路 哼 我看你就是杜剑 好可爱的兔宝宝 你拿兔子来干什么呀 又不是你发明的 我发明了一台宠物饲养机 养小白兔 生下这对兔宝宝 比灵星可没有这么可爱的物种 它们多大了 刚出生一个月 不过两个月大的兔子 就能生兔宝宝了 每个月都能再生出一对兔宝宝 哎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要是这对兔子 按照每个月生一对兔宝宝的速度繁殖下去 一年以后 一共会有多少对兔子呢 这还不简单 从第二个月开始算 不就十一对兔子吗 没那么简单 它们生出来的小兔子 过两个月也能生小兔子了呀 再生出来的小兔子 就是兔孙子了 兔孙子过两个月 还会再生出一对兔虫孙呢 兔爷爷兔爸爸兔孙子兔虫孙 别问了兔爸爸每个月还会增加一对弟弟妹妹 也就是兔叔叔和兔婶婶 兔叔叔和兔婶婶每个月还会生一对兔侄子和兔侄女 天啊 我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 恐怕只有数学家才能算得清楚吧 数学家 有了 哈哈 你能被通数学家帮我们算一算吗 啊 为了这个兔子问题就要出动数学家 未免也太大才小用了吧 这个兔子问题听起来简单 算起来可不简单哦 好吧 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数学家的威力 请叫我数学家哈哈 怎么没变化呢 数学家 有这个就够了 走 来了 我带你去数学宝库寻找答案吧 好壮观啊 这个这个格子是什么呢 这是保存数学知识的抽屉 每一个抽屉里面都是一条数学定理 为什么有的抽屉是打开的 有的是锁着的呢 打开的抽屉是数学家已经证明成功的定理 可以直接进来使用 锁着的抽屉里的至今还是个谜 原来是这样 这是干嘛的 这是提问书 在上面写下数学问题 如果有答案的话 就能在保护里找到 太好了 那个抽屉里有答案 别怕 我们飞过去看看 黄金树猎 哦 关于黄金树猎的知识都在钢笔里了 哈哈 我想出来的兔子问题有答案了吗 嘿嘿 兔子问题可不是你第一个想到的哦 早在八百多年前就有一位名叫斐波纳契的意大利数学家提出了这个问题 然后他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个神奇的数列 所以后人就把这个数列称为斐波纳契数列 又叫黄金数列 别卖关子了 斐波纳契的黄金数列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我来画一张图你们就明白了 第一个月只有一对兔子 第二个月还是一对兔子 第三个月兔子长大了就生下了一对小兔子 这时有两对兔子 第四个月原来的兔子又生了一对兔子 这一边呢还没长大 所以是三对 第五个月总数是五对 第六个月新出生了三对 加上第五个月的五对等于八对 有人发现兔子数量增加的规律了吗 一 一 二 三 五 八 我找到规律了 从第三个月开始 每一个数字是前两个数字之和 二等于一加一 三等于一加二 五等于二加三 八等于三加五 对了 黄金数列的规律就是这个 那第七个月就是五加八等于十三 第八个月是八加十三等于二十一 接下来是三十四 五十五 八十九 第十二个月就是一百四十四 我知道了 兔子问题的答案是一百四十四 那菲波纳契数列为什么又叫黄金数列呢 你把这个数列里的每一个数字除以下一个数字 再来看看 一除以二等于零点五 二除以三等于零点六六七 三除以五等于零点六 到了后面这个数字就稳定在零点六一八了 对 一比零点六一八就是最具有美感的比例 所以叫黄金比例 你们地球人已经运用到很多设计领域当中了 什么 一比零点六一八 听都听不懂 我的小花最美 它才是黄金比例 哈小龙 你总算说对了 许多植物叶子生长的间隔接近二百二十二度 正好是三百六十度的零点六一八倍 叶子按照这样的方式生长 就能够避免相互遮挡 最大程度的吸收阳光 还有松果上的螺旋线条 顺着数八条 反着数十三条 向日葵花盘顺数二十一条 反数三十四条 相除都接近零点六一八 所以它就被称为黄金数列 哇 数学真是太神奇了 哼 又是零点六一八 连我的小花都不放过 光升器 有什么用 既然黄金数列这么神奇 那我就用它来制制地球人 要不我也去买一对兔子来 我要兔子有什么用 有了 我的晴空一号不见了 你们谁看见了 对看见了 我们没看见了 对 兰兰 是不是你妒忌我的晴空一号 把它偷走了 我才不写出来 乖 哈小龙 哈小龙 你疯了 我可是要征服地球的黄金武士 瞧瞧我的黄金螺旋钢 正旋十三条 反旋八条 哈哈哈哈 给你们见识见识我的威力 我的黄金数列厉害吧 好啊哈小龙 你来真的了 看我怎么治你 你吸引住哈小龙 我跟哈哈来找出他的设计原理 哈小龙 你剽窃我的创意 有本事 你先打败我 找到了 黄金数列的螺旋能量就在这里 太好了 可是怎么去攻击那个位置呢 借用一下 尝尝我的黄金螺旋 折成枪吧 住手 你的对手是我 早推 早右推 旋转他吧 无意黄金锏 贴啦 太帅了 我的晴空医药 这是我发明的太阳花电池 他的每一片叶子都是一块太阳能电池板 叶子的排列方式按照黄金比例间隔二百二十二度 这样的排列方式让上下层的叶子不会遮挡 能最有效的吸收太阳光 卖手办了 好漂亮啊 有没有想过做一个真人大小的黄金武士 你干嘛哭啊 被谁欺负了 为什么我要做地球人的熬数题 少废话 数学宝库里还有许多没解锁的数学定理 要是能解开这些定理 一定能征服地球 我讨厌奥数 考古学家根据已经发掘出的六角龙手楼金杯确认 今日在本市郊区发现的遗迹是古代龙手国的宫殿 后续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 这将是近十年来我国最重大的考古学发现 龙手国的宫殿 里面一定还有更多宝贝 爸爸 你怎么了 要不是十年前的一念之差 你老爸我已经是文明世界的著名的考古学家了 考古学家 当年我把那部夺宝骑兵大冒险的电影看了二十八遍 我梦想着跟琼斯博士一样 在世界各地的遗迹里发现一处又一处宝藏 但是 怎么了 自从遇到了你妈妈 爸爸别难过 妈妈她肯定也会支持你的 因为你妈妈当年热爱无线电 为了支持你妈妈 我牺牲了我的考古学 爸爸怎么了 不开心了 爸爸心里有遗憾 哈哈 你有什么办法能够抱爸爸妈妈 让我想想 有了 兰兰借你虚拟现实投影一意用 我们帮爸爸完成心愿 真的 你确定能办的 终于皮好了 别光顾着玩 看看他们在干什么 一定没问题 可是我也热爱我的拼图啊 拼图有什么意思 赶快过去看看 有好事 你也别落下 好吧 深深深密密的 到底要给我看什么呀 这不是虚拟现实投影仪吗 对 爸爸 今天我要请你和我们一起玩个体验游戏 真的 没错 现在就开始 请爸爸闭上眼睛 不许偷看哦 不看就不看 现在可以撞开了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虚拟现实的考古现场 让爸爸圆一个年轻时的考古梦 像真的一样哎 当然是真的 我就是你的考古向导 兰兰就是你的小助手 还有我 好吧 允许你再做一次跟屁虫吧 考古发掘的第一步 是用洛阳铲确认遗迹记的位置 这会儿我在行 这么细的铲子 要挖到什么时候 还不如我用手袍呢 这个我知道 要是颜色不一样 就说明这个土层接近一只所在的位置 耶 好玩 我也来试试 这个还不简单 挖挖挖挖挖挖 使劲儿每也夫人侦 开端 大家快来看 付着 变颜色了 什么教导呢 考古发掘的第二步 是把现场 分成一个个方形的区域 然后以区域为单位 分工发掘出一个个深坑 这个过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要修复它 我们先来分下工吧 好无聊啊 古墓呢 惊险的机关呢 你说的那些啊 都是电影 游戏里的 现实中的考古工作就是很无聊的 但是了解你们地球老祖宗的生活和历史 挺好吧 你太厉害了 哈小龙 你真了不起 一点都不能 就跟玩拼图一样 哈小龙 原来你有考古基因啊 并不是恐龙基因 我们家出了一个小考古学虾呀 我 我也没做什么 喂 醒醒 怎么了 挖到宝贝没有啊 挖 挖到了 大家都在表扬我 还叫我考古学家呢 平时他们没少批评你 算扯平了 你赶紧去龙首国遗迹 也挖个龙首流金碑来 不行 考古学家要保护遗迹 保护文物 只有盗墓贼才会去偷宝藏 哟 你什么时候变成乖宝宝了 别犯傻了 你的祖先是恐龙 是要征服地球 称霸宇宙的恐龙 啊 征服地球 称霸宇宙 对 为了这个伟大的梦想 挖个金碑 算是练练手 好像有点道理 别犹豫了 快跟我走 好吧 进不去啊 找个没人的地方 翻墙过去 好吧 笨蛋 翻个墙都不会 除了贫图 你还会干啥 说什么说 遗迹范围有大有小 说不定在围墙外面挖也能发现宝藏呢 有道理 那就动手吧 是龙 没挖到龙手碑挖个龙手碗也不错 太好了 你一定可值钱 先带回去再说 啊 这是文物 不能沾为己有 你怎么又忘了 以后地球都是你的 拿个碗算什么 好吧 考古学家在龙手国宫殿遗址陆续发掘出许多文物 这些文物不仅制作精美 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 对于还原古代龙手国的文化习俗也有着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这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 真漂亮 食物一定比照片更漂亮 这些文物以后都会送进博物馆展出的 到时候我们去博物馆参观 想着博物馆里放着我们辛辛苦苦挖来的文物 就是为了让现代的人都能了解到古代的历史和文化 考古学家真是了不起 你拿着龙手碗要干嘛去 我要把它放在博物馆 开什么玩笑 这是我们挖到的 龙手碗是我们的了 这个是文物 属于博物馆 我可是个考古学家 不行 是我们的 不能拿出去 这是什么呀 这是 我在龙手国遗迹的边上挖到的龙手碗 是吗 你们 叫什么呀 这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龙手碗 你看 古时候哪来的博物馆呀 这就是个普通的瓷碗 白忙活了一场 哈小龙 虽然这不是文物 但是你不光掌握了考古技能 还学到了考古学家的责任心 你已经是一个真正的考古学家了 这次就让真正的考古学家 来把考古学技能传送到比铃星吧 哇 爸爸 往左边 爸爸 往左边 再左点 高点 下头 好嘞 好嘞 高点 快玩 对 对不起啊 老婆 你 你们 你们 你们气死我了 你赶快进屋休息 我这就去做饭 做 做三个月的饭 老婆 你好好养伤 我还要出去见个客户呢 马上就到点了 怎么办呢 老婆 别生气了 我还得也学过画画 让我来给你化妆吧 保证你漂漂亮亮的 你给我化妆 行不行啊 一定没问题的 这里的尺寸比哪里短了五毫米 这里角度还可以再高一点 我怎么感觉有点奇怪 会不会太起合了 爸爸 我觉得这样可以了 别再画下去了 是吗 符合黄金比例分割的现代美学 绝对让你的客户眼前一亮 嗯 地球的人类人性太可怕了 机长 千万不能得罪他们 妈妈 好歹我也是女孩子 我来帮你化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还是女儿贴心呢 好了 大功告成 算了 看来我的项目要泡汤了 哈哈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帮帮妈妈不要带着伤疤出门 嗯 我来试试 我现在是化妆师哈哈 妈妈的妆容就交给我吧 妈妈 你再相信我们最后一次 蓝蓝哈哈 拜托你们可别再给我化什么奇奇怪怪的妆了 妈妈 你就放心吧 我们专业化妆师就是利用化妆技巧和各种化妆品搭配 让妈妈变得漂亮又精神 先是粉底液 达到健康肤色 再配上腮红 显出好细色 然后是眼线 眼影 睫毛膏 最后是粉色唇膏 绝对完美 天哪 伤疤没了 还这么好看 谢谢哈哈 太爱你了 来不及了 我可得赶紧出门了 亲爱的们 拜拜啦 哈哈 作为化妆师 你什么妆都能化吗 那当然 我不但会化日常的妆容 还有很多特殊的妆 也一样没问题 比如说万圣节的吓人妆 这也太棒啦 哈哈 这个周末 你给我化个最空限的外星妆吧 行是行 不过我还缺一些工具 那没问题 交给我 太好了 要化出科幻电影里的那种特效妆 正需要这样的神奇化妆刷 有了乳胶 硅胶 油彩等材料 我可以通过化妆 让你们变成任何样子 我要变成这样 我要变成这样 没问题 看我的 诶 同学们 我来给你们解说一下 外星物种的起源过程 嗨 听说你们这里有个叫司马晴空的 特意来拜访他 我们得到消息 他是个炖牛大王 大家不要紧张 大家不要紧张 我们只是来把司马晴空带走 顺便和同学们玩玩 哇 你们到底是谁 装画的还挺像的 这是我本来的样子 可没有话说 司马 难道他们真的是外星来的 放轻松 我们只想一起玩玩 没想到吧 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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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吧 手 来了 天呐 这装画的也太像了 这是用什么做的呀 太不真了 拜托 这可是专业的 这种皮肤是用皮肤辣 液体乳胶和发泡乳胶多的 用一种叫做调高的工具 做出想要的形状 然后涂上油彩 就可以有逼真的效果 我一开始就说 这是化妆的效果吧 果然没错 这怪物一定是哈小龙了吧 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太好了 用了这种神奇的工具 我们终于可以拥有我们想要的形象了 哈小龙 你必须把它偷过来 你有它 我们一定可以称霸地球 好吧 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老叫我做 天呐好累啊 但是太过瘾了 下次万圣节我们还要画 我们的神奇化妆刷呢 兰兰 你在找什么 真奇怪 我们的化妆刷不见了 会不会忘记带回来了 我明明记得放在包里了 哈小龙 你看到过那把刷子吗 没看到 哈小龙 你怎么不卸妆 我喜欢自己这个样子 你们别管我 那好吧 真是小傻瓜 我就知道你还没玩够 好吧 等明天我们再帮你卸妆 嗯 只要我们看起来越来越威风 地球人一定会被吓倒 宇宙的主宰力量与黑暗的代言人 恐龙之王降临了 地球人 臣服吧 哈小龙 你怎么还没卸妆啊 哈小龙 你这样一点都不可爱 哈小龙 你真的没有看到神奇化妆刷 你跟昨天有点不太一样了呢 我才没拿呢 我 我本来就长这样 不跟你们说了 我还有事 昨天 来烂他们玩些小孩子的把戏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对 还是老大英明 我只是为了配合他们的演出 才装出来害怕的 对对 还是老大英勇 那是 我司马晴空 我还当是谁呢 哈小龙 你看起来也太奇怪了吧 我不是哈小龙 我是降临地球的主宰 得了吧 你身上的这些东西 既有哺乳动物 又有鱼类动物 还有鸟类的 想要吓人 你还是先学学生物学吧 哈哈哈 老大 你可真厉害 不过刚才 又被吓到了吧 怎么可能 哈小龙 你这身装扮好几天没洗了 太不讲卫生了 会把家里弄脏的 等会儿我帮你好好刷刷 我连自己都已经认不出自己了 可是大家怎么还不怕我呢 化妆和吹牛一样 只能暂时获得别人好感 想要长期得到别人的肯定 靠的是你自己本身的实力 哈小龙 我知道你希望得到大家重视 但是你不应该用不属于你的外貌 去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化妆是辅助 帮我们变得更加美好 出来吧哈小龙 我们理解你的感受 不行 这个外壳太厚了 我出不去啊 别急 我们来帮你 来吧哈小龙 太好了 我们哈小龙又回来了 或许我们应该把他交给妈妈 只有他才真正需要他 老公 你说我是这个装好呢 还是这个装好呢 哎呀这个不错 老婆 你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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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用橡皮泥做碗和杯子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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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天才 老师 您还是给我们讲讲人工智能吧 是的 我们想知道最先进的科技 可这也是人类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 兰兰 你看 这个是不是跟我很像 要我说更像是只母鸡 淘气做成这样也太粗糙了 什么母鸡啊 明明就是我们恐龙 没错 这就是恐龙 我们恐龙家族早在几千年前就受到人类磨拜 哈小龙 赶紧把这件淘气藏起来 我们要搜集证据 以后好复兴伟大的恐龙王国 爸爸 您不是经常跟我们讲 对于科技要向前看吗 公孙老师 你带我们去看看 昨天设计的新新奇迹人吧 走吧 走吧 来了 来了 哈小龙呢 这家伙又跑哪儿去了 哈小龙 你在干嘛 这是我们恐龙文明的见证 我要把它拿回去 哈小龙 你给我放下 这属于地球 你可别乱动 完了 这下闯祸了 又要被哈大龙骂了 要不 我们还是先把它修补好 然后再跟公孙老师认错吧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可是 这淘气藥怎么才能修复呢 我来想想办法 有了 我可以变成淘医师 一定能用技能让它恢复原来的模样 哈哈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呢 这个淘气至今有七千年 它是由泥巴做成 经过高温烧制而成 那还不简单 泥巴到处都是 但是 作为一名淘医师 我必须告诉你们 不是所有的泥巴都能做成淘气的 这些都是普通的泥土 我们必须找到粘土才行 粘土 和这些泥土有什么区别呢 粘土是一种有粘性的土壤 含有叫做硅铝酸盐的矿物质 有非常好的可塑性 可以做成各种形状 高温烧制后也不会开裂 可是一时半会儿 我们去哪里照年图啊 而且还是几千年前的 我有个办法 没人陪我玩 还不如我们的祖先到处都有同伴 你总算醒悟了 他们 我们 本来就不是一条道上的 我来告诉你 怎么回到我们的空龙时代 你看我们的时光这条鸡 不但可以捣碎泥土 拉胚做造型 还可以烧摇 自动上用 更厉害的是 只要把这片古老的碎片 放在转盘上 然后把时间设定在七千 我们就能得到七千年前的黏土 这台机器简直是太完美了 好了 现在 开始 慢 忘了关键的一步了 好 开始启动 已回到七千年前 现在 我们只要用这些原装黏土 就能做出一模一样的淘气 严格来说 它还是同一件文物 两位发明家 说好的黏土在哪里呀 奇怪 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的操作 没有错啊 回到七千年前的 不是淘气 而是我们 喂 有人吗 太好了 哈小龙 敢得错 这才是我们的恐龙帝国 那是 赶快再周围找找 找到我们的同类 壮大我们的恐龙家族 好嘞 小试一招 我 我还是先回去吧 这人没有同类 七千年前 到底是马里出了问题 根据设定 请制作所示淘气 本机将在一小时后 停止工作 天哪 也就是我们乖不去了 我们要永远留在这里 这里还是蛮好玩的呀 那我们赶紧开始吧 来了 哈小龙 我们分头行动 自明 我 好 什么 对 好 我 我 你 你 有 我 你 还有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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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来了 我们还有三十分钟哦 马上就好了 任务失败 任务失败 我三天没洗澡 别吃我呀 距离截止时间 还有最后十分钟 哈哈 时间快到了 我们来不及做成恐龙逃关了怎么办 看来我们要永远留在这里了 救命呀 恐龙 现在看起来是不像母鸡 真有点像小恐龙了 看我的 请选择烧制温度 不对 蓝了 这是烧制淘气的温度 我们应该选九百度 好 任务完成 任务完成 我们回来了 总算回来了 打死我也不去恐龙时代了 喂 你们三个怎么还不来听课啊 那个 爸爸 阿小龙有话跟你说 对不起爸爸 我把恐龙逃关打碎了 对不起爸爸 阿小龙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弥补的 你们在说什么呀 逃关不是还好好的吗 奇怪 旁边怎么还多了一个白瓷罐 我记得原来好像没有啊 我本就想努力了 我以为你能改的 我会把眼睛放过来 我的 moonsmetal 我应该是努力了 我说这件事 都没有替拒绑 晒犯了 你是不是 やって计划 带了 带来了 不 alternative 反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这里的雪景真漂亮啊 我们比灵星有三个太阳 所以没有冬天 太棒了 谢谢大家 不那么快 这又很快 他没出来 那么快 他还已经进去 你以为是不是 了解 哎呀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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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 你怎么一眨眼就变成雪人了 讨厌 为什么小球球缠着我不放啊 这是因为静电呢 冬天经常会遇到 静电是什么东西啊 我讨厌静电 我不要他们跟着我 这样吧 只要我变成物理学家 就一定有办法 看我的 哈哈 赶快帮我赶走这些小球球 这个简单 那是因为你身上有静电荷 当你碰到金属导体的时候 瞬间导电 你就会被电到 那这些小球球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原理也一样 它们受到你身上的静电电场反应 产生了正负电荷相吸 然后就会盯着你不放 所以只要想办法 把你身上积累的电荷消除 你就不会被电到 也不会招来泡沫塑料了 那那怎么办 那就要消除电荷 我知道要怎么做了 这是什么 这是我发明的消除静电枪 物理学家哈哈 请把宝石给我 好嘞 好 首先把枪对准 要消除静电的目标 从瞄准镜里可以看到 阿小龙身上带的是正电电荷 那我就把这个开关拨到负荷 然后 开火 刚才发生了什么 来试试看 不不 我可不敢 勇敢点啊 阿小龙 不疼了 刚才 我朝你发射了一团 带着负电电荷的气流 中和了你身上的正电电荷 所以你身上就没有经电了 原来是这样 嗯 蓝蓝 你可真行 那当然 阿小龙 给你玩玩 真是个好东西呀 哎 静电真讨厌 看我的 小龙 你要干嘛 好神奇 谢谢你小龙 不客气 嗯 能不能 请你帮个忙 没问题 说吧 你能不能花点心思 在征服地球的正身上 嗯 这个猫 现在太冷了 等暖和一点再说吧 别找借口了 这把静电枪 不就能用来征服地球吗 这是用来消除静电的 怎么用来征服地球啊 嘿嘿嘿 如果把他的功能反一反 不就能给大家制造麻烦了吗 反一反 对 让本来没有静电的东西 都给他带上静电 这样的话 一球将陷入一片混乱 哈哈哈哈哈哈 太完美了 听不懂 不光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交给我吧 我都佩服我自己 坚持 坚持太聪明了 我上班去了 天呐 我这是怎么了 天呐 天呐 你 哎呦 我的手机 gratuit 奇怪 今天我的遥控器好像被静电烧坏了 我的手机也坏了 还有我的头发 还有这些甩不了的塑料袋 为什么你们身上的静电这么强 哈小龙 消除静电枪拿来 别再叫我哈小龙 静电小魔王 这把枪现在叫做静电枪 火大了 原来这一些都是你搞的鬼 快把枪还给我 你怎么想还给我 你有本事 来打呀 为什么 为什么我抓不到你 哎呀 我知道了 现在你们俩身上带的都是正电荷 就像两块磁铁的正极会相互排斥 你一靠近它 它就会被电子掌挥走 让我来 小心 你再想个办法消除静电才行 有了 冬天容易产生静电 只为空气干燥 只要加水就行 我来做一把加湿枪 就能消除静电了 好主意 哈小龙 我来陪你玩 好玩好玩 真好玩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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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加湿枪完成了 加湿枪 我把吸尘器的功能反一反 然后把家里的空气加湿器装了上去 做成了这把加湿枪 我劝你 还是趁早投降吧 有枪不杀 又带俘虏 好冷 好冷 地球上的冬天一点都不好玩啊 好好缠雪 别偷懒哦 竟敢命令我 静殿小魔王 现在还敢说自己是静殿小魔王 不敢不敢 我现在是缠雪小龙王 伙伴们 开饭喽 又吃面包啊 不是早上刚吃过嘛 早餐是芝士面包 午餐是奶酪面包 不一样哦 我怀念爸爸烧的菜了 爸爸妈妈难得周末出去二人世界 我们就克服一下嘛 你们不是要晚上才回来的吗 我都快被他给气死了 怎么了 爸爸 不就是拍照没拍好吗 这么小的事情用得着这么生气吗 你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吗 你们看看 让我跑到花丛里去蹲着 结果拍出来是这样 让我去喂鸽子 结果拍出来是这样 我想跟这座雕像合个影 结果被拍成了这样 爸爸 你能活着回来 真是奇迹啊 我又不是专专业的摄影师 你至少带着眼睛去的吧 可是为什么专拍我最丑的样子 亲爱的 我觉得你怎样都美 我才不需要你的马屁呢 完了 这次你妈是真的生气了 这可怎么办呢 我觉得 你需要找个专业的摄影师 来给你指导指导 那当然好 可是我好像不认识什么摄影师啊 远在天边 尽在眼前 原来如此啊 摄影大师哈哈 闪亮登场 总算得救了 徐摄影先从光线开始 一般来说 柔和的光线 比强烈的光线 更适合拍人像照 比如在黄昏时段拍的照片 比正午时拍的更有层次感 色调更漂亮 如果实在避不开阳光 可以让模特戴顶帽子 或者是躲在阴影里拍摄 真的 我来试试 怎么样 这逆光多漂亮 这是我被激光炮射中的瞬间吗 接下来讲构图 接下来讲构图 把画面的横向和纵向三等分 把拍摄的主体放在线条的交叉处 这样的构图叫做三分法 三分法更适合黄金分割的原理哦 把拍摄主体放在画面中央的 叫做中央构图 还有对角线构图 三角备图 瞬间抓拍狗图等等 你可以感觉不同的配景 灵火使用 尽情把揮你的想象力 哈哈 你太棒了 我简直都认不出我自己了 要是我能把你妈拍成这样 那你一定会原谅我的 快让我试试 好 好 好 警察作业的时候到了 有点小作业的 这张是三分构图 构图是没错 可是我怎么变成黑人了 光注意构图没注意光线 没关系 后面有好的 这张是中央构图 我怎么又变成小矮人了 那这张抓拍怎么样 我只能说抓得真准 你要去哪儿 我要回家 跟妈妈互相安慰一下受伤的心灵 连你也不满意 难道我就真的学不会摄影了吗 拍照就跟画画一样 要靠常年累月的练习观察 要是半天就能学会 那人人都能做摄影师了 可是我得赶紧把你妈妈哄开心啊 有了 爸爸 我来给你做小帮手 保证你马上就能帮妈妈拍出漂亮的照片 小帮手 好 你干嘛 我想再试试给你拍照 你倒是蛮有勇气的 那好 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请我们的发明家公孙蓝小姐出场 我把摄影师技能宝石装在了无人机上 我把摄影师技能宝石装在了无人机上 给妈妈做了这个无人摄影机 光线构图光圈 它全都能搞定 你保证不会演杂吧 放心吧 爸爸 这是什么 你不用管它 在公园里想干嘛就干嘛 忘记有拍照这件事 一会儿就等着看美美的照片吧 你不用管它 你是老婆 不是 alcohol 你不用管它 你不能总的 你是老婆 你不是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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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家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不愿意 你不是老婆 你是老婆 你是老婆 这是我吗 这简直就是时尚杂志的封面罩啊 我眼里的你一直都是这么美 讨厌 你是遥控这个无人摄影机来给我拍照的吗 它不用遥控的 是全自动的 全自动的 也就是你只要动动手指 一按按钮就行了 其实连按钮也不用我按 那我以后出去玩 只要带它就可以了 要你有什么用 别走啊 我想看到的是你镜头里的我 拍得差也不行 拍得好也不行 你妈妈到底想要什么呀 地球上的女人 真是迷一样的生物 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 妈妈在意的不是照片的好坏 而是拍照的人 妈妈好看的样子都是无人摄影机发现的 又不是爸爸发现的 妈妈想让爸爸自己去发现它的美 就是这么简单 原来是这样 真舍不了你们 你妈妈经常朝我发脾气 没想到她其实这么在乎我 好 这一次我一定不让她失望 祝你好运 爸爸的样子太逗了 我来看的 这个onomebic 你好运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眼里最美的你 怎么都是干活的照片 又是什么美啊 我第一次知道 院子里花花草草长这么好 不只是给雨水淘满 我一窗一路这么清净的 不是给风吹的 我的衬衫总是成单轻凭正 也不是因为尿色有的特别好 当然我手心上的体游 不是自己对她掉的 我的恐龙环境 永远都能在中辣乡里找到 原来不是她自己 跑到中辣乡里去的 亲爱的 通过这些讨厌 发现有时没有注意到 因为这家默默鼓吹的证明 是最严重的 你的拍照水平 陆琪格 还把这个水平要收呗 那 受不了气 那你过关 不 这些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我怎么不知道 我知道 爸爸 他就是你不及格 找你的水可以拿一百分 可惜 这几个摄影师几种宝石 没让爸爸训练 不可惜啊 把心灵师看不见了呗 这就是摄影师的使命 这台宝石忙着爸爸 遇到了摄影师精髓 爸爸听到 否则他又会肚子起来了 肩膀放松 头低一点 笑一笑 对了 不错 已经有专业水准来 我这一个月 废群忘食的钻研摄影技术 这功夫 可不是排废的 爸爸 这周日是哨科站开放日 你来当摄影师吧 不行 这周日 我们公司去海边团队建设 你爸爸要去帮我们拍照的 开放日的照片 要放到哨科站网站上去的 很重要的 我们团队建设的照片 也是要放到公司网站上去的 不行 爸爸要去哨科站 不行 爸爸要去海边 说 说 你跟谁走 拍照拍得太好 也有烦恼啊 哎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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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叶 快来看这个视频 太好玩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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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哭了 哈哈 哈哈 啊 是三角龙妥妥 快给我快给我 我的恐龙战备就差妥妥了 啊 啊 他怎么又哭了 这个共振面团的实验 需要交响乐团一样精准的配合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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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哈哈 哈哈 把右声道打开 调到五千五百赫兹 嗯 好 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 杨叶 把功率调到二百五十 杨叶 快把功率调到二百五十 杨叶 快调功率快调功率 啊 功率 杨叶 你发什么呆啊 对不起 杨叶 杨叶 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因为我刚才批评你了 对不起 不是因为你 我家的小狗朵朵生病死了 我这两天一想到他就难过 哦 怪不得你一看到小狗的视频就哭 一听到朵朵的名字就哭 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很难过 可是 如果朵朵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他也会伤心的 所以 为了朵朵 赶快振作起来吧 妈妈生我的那天 爸爸从街上把朵朵捡回来 是朵朵陪我一起展蛋 我真的太伤心了 原来是这样 换作是我 我也会伤心的 要是有什么办法 能帮助他走出低落的情绪就好了 哈小龙 哈小龙 这银箱是做实验用的 不是跟你跳舞的 刚才的曲子真棒 一听就开心起来了 有了 我知道怎么帮助杨燕了 你想到什么了 音乐能够直接影响人的心情 哈哈 你能不能变身作曲家 我们用音乐来帮助杨燕 好主意 作曲家赛巴斯蒂安哈哈 为您效劳 还挺像样的嘛 嘿嘿嘿 你想要怎么做 我要让杨燕无论走到哪里 都能听到温暖至于的音乐 作曲家是专门创作音乐的音乐家 作曲家能熟练的运用 曲调 节奏 和声 利用不同乐器和人声的特点 创作出多姿多彩的音乐 这顶音乐帽子能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 自动创作出合适的背景音乐 调到温暖至于模式 搞定 这是什么 礼物 你一定会喜欢的 谢谢 谢谢 妈 又下一个门 朵朵 谢谢你给我留下这么多美好的回忆 谢谢你们送我的这顶音乐帽子 我和朵朵好好地告别过了 现在想起朵朵脑海里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不会再难过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够了 你要玩到什么时候 先让我再玩一会儿再去征服地球嘛 戴上这顶音乐帽子 开心得就像跳舞 音乐帽子 我突然想到一个天才的计划 看我的晴空叽力 看我的中国脑炮 突然觉得这游戏好没劲 没劲什么事也不想做 公正面谈的实验真好玩 你看他又白又胖 他长得很像美克星人 美克星人 那是另一种外星人 那是另一种外星人吗 算了 我懒得跟你说 我也不想听 大家杯跟你说 大家都冰了懒得懒得懒得吗 哈哈哈 真好玩 别懒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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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计划成功了 是啊 接上哨课站的公共喇叭 下一步 我就要把音乐帽子 向全世界借广锅 你说什么 我说我要向全世界借广锅 你要回家去吃火锅 对 广锅 这音乐听起来这么悲伤 打他呢 我知道了 是音乐让我们变成这样的 你们快把耳朵捂住 捂住耳朵干嘛 刚才 我是怎么了 一定是有人套了音乐帽子 我们去广播室看看 先找东西把耳朵塞住 阿小龙 是你捣的鬼 就是我捣的鬼 来抓我哟 算了 抓不抓你 又有什么区别 地球一定发展得更好了 我们还是努力学习 抓哈小龙先放一放吧 来了 你们这是怎么了 我就去储藏室 拿了把扫帚 怎么一回来 大家都变得这么奇怪了 你没听到这音乐吗 这音乐 让我们什么事都不想做了 这音乐怎么了 没什么特别的呀 对了 忘记你是天生的无音不全了 什么歌在你耳朵里 听起来都一样 原来是这样 真有意思 我明白了 你们是遭受到了 这音乐的攻击 才变成这样的 就是那点音乐帽子是吧 让我来拯救你们吧 看来我的缺点 总算成为优点了 哈小龙 我可不怕你的音乐 几招吧 你打不着我 让你见识一下 我诸葛少侠的降龙十八扫帚 真是没用 让我把音乐帽子 调成热血战斗模式 哈小龙 这次我要好好给你点教训 我要拜诸葛少侠为师 学习降龙十八扫帚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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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你再用音乐帽子了 一边听音乐一边扫地还不行吗 那就不叫惩罚了 哦 好吧 摘掉宝石 这就是一顶普通的帽子了 你会说不得吗 不会 地球上的作曲家千千万万 好听的音乐一辈子都听不完 比灵星更需要这颗宝石呢 谢谢你 来了 看 这是我新发明的脑电波感应仪 脑电波感应仪 戴上它 就能知道别人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忙得很没空替你瞎扯 这是真的 不信 我演示给你看 冬瓜 你在纸上随便写点什么 不要让我知道 我知道了 你要减肥 没错 哇 冬瓜就是你的托吧 它一定是事先就告诉你写了什么 不信 你来试试 好啊 这说出来没关系吗 你 你不可能知道的 你说吧 一直想住 是真的吗 是真的 没想到你的话不这么幼稚 哦 它是怎么踩到的 我怎么知道 公司来 这下你该相信我的发明是真的了吧 小猪 他只能骗骗幼儿人的小孩 火大了 我画小猪怎么啦 嗯 你觉得司马亭空真的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吗 怎么可能 我一定要知道他到底耍了什么花招 嗯 有办法了 我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人 专门靠耍花招骗人赚钱 所以什么花招都讨不过他们的眼睛 只要我能获得他们的技能 嗯 不行不行 难道你想做骗子吗 哎 这个我喜欢 哈 小龙 放心 他们骗人的花招不但不犯法 还很受欢迎呢 骗人还会受欢迎 你说的到底是什么人呢 我这就把他请出来 公孙兰小姐 您有什么要求 快告诉我 司马亭空是怎么知道我画的小猪的 嗯 我知道了 你再画一遍 看好了 嗯 信封怎么变透明了 只要把酒精涂在纸上 纸就会变得透明 酒精挥发了以后 纸又会变成不透明的状态 原来这么简单 知道了谜底 当然觉得简单 但是魔术是要利用物理 化学 心理学等等原理 通过道具和手法 让观众看见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就是魔术师的伟大之处 哼 我才不觉得司马亭空有这么伟大呢 哎 怎么样 哈哈大师 让他见识一下真正的魔术吧 嗯 嗯 我要 我也要变魔术啊 哦 哦 我知道了 你想要给 说出来了 哦 假的 哼 我早就知道是假的了 雕虫小技 原来是用酒精啊 你 你等着 我 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来啦 这个空间传送机是真的吗 这个 也是魔术 嗯 刚才来啦对你们解说的时候 嗯 嗯 原来是这样 老大 别生气 凭你的才华 怎么可能输给那个小丫头呢 就是 我 我一定要整个更厉害的 你过来 嘿嘿嘿嘿 老大 这个厉害 嗯 就用这个来镇着他们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公司兰 我发明了这个超导悬浮手套 怎么样 厉害吗 哇 哎呃 跟你说 啊 嗯 嗯 嗯 嘿嘿嘿 我 我也学会了 哦 嘿嘿 这是虫洞宝盒 从里面可以拿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啊 小龙 请把你的手伸进去 心里默念你的愿望 嗯 我吗 没问题 嗯 准备好了吗 嗯 嗯 准备好了 嗯 嗯 嗯 好了 哈小龙的愿望实现了 嗯 嗯 哇 我最喜欢的玩具 嗯 嗯 嗯 冬瓜 你相信我吗 嗯 听见没有啊 嗯 嗯 当然老大 嗯 那你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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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发明 这是我发明的量子空间分割器 我现在要用它把冬瓜分成两半 嗯 要不要这么拼呢老大 嗯 嗯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嘿 怎么样 服不服气 比发明我才不会输给你呢 哈小龙过来 啊 嗯 怎么还是我呀 大炮飞龙 这不是普通的大炮 这是我发明的原子粉飞机 嗯 嗯 我我还怕 别怕 保证没事 我我我不玩了 我要回家 哇 嗯 嗯 怎么样 服不服气 嗯 嗯 你等着 嗯 哼 想跟我们哈哈大师斗 还差得远呢 可是 嗯 你们两个这种比法 我们看得心惊胆战的 真的安全吗 是啊 下一个魔术可可可不要再找我当道具了 先看看他们的招数再说吧 嗯 嗯 你有把握吗 放心 衣服上的锁是假的 一下子就能解开 嗯 只要他演出失败 那我 就不用再给兰兰当道具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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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把自己绑在床上 我在十秒钟内就能轻松解开 你信不信 这次可是我亲自示范 你们难得有机会观摩的哟 嘿嘿 你一定会演砸的 为了让这个实验更刺激 实验开始后的十秒钟后 这个大铁球就会掉下来 是 什么 还有一个大铁球 这个实验会不会太危险了 你还是别做了吧 是啊 只要你承认我的魔术比你厉害 我可以不表演 我可不承认 哼 那你就等着瞧吧 冬瓜 开始吧 啊 遵命老大 十 九 八 七 怎么办 怎么办 四八千空 可要完蛋了 六 五 嗯 快停下快停下 索杯我 换我了 什么 快把杯子推开 快 推不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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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条命都下掉了 四马 你没事吧 啊 啊 啊 刚刚刚发生了什么 对不起 是我换了你的锁 哈小龙 我恨你 哈小龙 这种玩笑是随便开的吗 我 我 我想 只要你的魔术失败 兰兰就不会和你比下去了 我就不用再当道具了 啊 兰兰 刚才我们只顾着跟司马晴空比赛 却把魔术师最重要的原则给忘了 魔术师的原则 要尊重其他的魔术师 不能随便公开魔术的秘密 更不能把魔术当作斗气的手段 嗯 我明白了 魔术的真谛就是告诉人们生命充满了惊奇和梦想 魔术师的主要是atan 是 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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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刘兰到底怎么了 明天要考试了 你不是从来都不怕考试的吗 明天可是体育考试 每次都是我的悲劲 不只是悲剧 简直是惨剧 现在到了最后冲刺阶段 周翔摇摇领先 不军 冠军 周翔是冠军 我要是能跟运动员一样厉害就好了 你能变身运动员吗 可以是可以 可是考试的又不是我 你来做我的教练呢 有专业运动员的指导 聪明如本姑娘 一定能通过体育考试的 那好吧 哈哈选手 出场 哈哈教练 请多指教 不论什么运动 事先的热身很重要 可以避免运动损伤的发生 让身体和心理都进入运动状态 兰兰 你先跟着我做热身运动 好 好痛啊 空手 空手跳绳 提高心率 跳不动了 光是热身运动就累得够呛 你平时也运动得太少了 好了 趁我还有点体力 赶快教我怎么扔实心球吧 双脚前后开立 把球举到头的后上方 身体向后弯成风形 双脚蹬地 把球朝四十五度方向蹬出去 看我的 你朝前面扔 别朝我扔啊 别朝我 别朝我 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啊 小心 差点 差点连我也悲剧了 事情就太危险了 要不你先教我立定跳远吧 先是两手向前摆起 然后两手尽量往后摆 身体下蹲 最后两脚用力蹬地 向前上方跳起 落地时一定要收复身腿 没收复 身腿早了 立定跳远的技巧太难了 要不你先教我最简单的 跑步 跑步时的呼吸很重要 常跑的时候要用鼻子吸气 嘴巴 鼓气 气 气不够了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呼吸的频率可以是两步一吸 两步一呼 人呢 兰兰 我明白了 要想通过体育考试 只有靠平时的锻炼 你想要临时抱佛脚 就算是找来了威仁伯尔特教你 也没用 要是我的智力 能转化成体力就好了 有了 把你的运动员宝石借我用一下好吗 你要用它做什么 一块你就知道了 你 然后就怎么会摔呢 你就会判断了 我跟你尝试你 我会有可能 有一点 帅 ど 有的 给你 好了 来 是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孙兰 姿势要标准 十二米 蓝蓝 你太厉害了 比男生都扔得远 小意思 下一个 公孙兰 上次摔跤没拍到 这一次可不能错过了 两比五 你是青蛙变的吗 预备 等一下 老师 我可不可以跟男生一起爬 为什么 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那好吧 预备 好 蓝蓝跑这么快 傻瓜 一开始冲这么快 到后面就没体力了 我 我 我不行了 加油 加油 还有两圈 我已经是最后一圈了 要不要先去帮你们买瓶水啊 快 居然 居然被套圈了 蓝蓝 你太棒了 居然你来上排队了 你怎么 一下子进步这么快 快教教我 也没有什么捷径 只有平时多练习 蓝蓝 下周的全市小学生运动会 有没有兴趣参加 运动会 我行吗 当然行 凭你刚才的发挥 稳拿冠军 对啊 是啊 可是 可是 我只是今天发挥超长而已 下一次就说不定了 不 看你今天的表现 你还有更大的潜力 蓝蓝 你这是为了学校的荣誉而战 不论胜败 都是我们的骄傲 是啊 蓝蓝 是啊 拿出你在科学上的精神来 是啊 蓝蓝 蓝蓝加油 那 好吧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就这么办 蓝蓝 这是成为冠军的大好机会 不行 蓝蓝 不能为了满足虚荣心 弄虚作假 嗯 我 我知道 可是 做冠军的感觉实在太好了 一想到司马他们都羡慕我 我就很得意 不行 你在作弊 这有什么呀 别人又不知道 蓝蓝 你答应就一次的 不能说话不算数 我 要是让其他同学知道了 他们会笑话我的 而且 考试作弊要受处分的 可是 你要是穿着冠军战衣去参加比赛 对那些每天勤奋练习的运动员来说 是不是很不公平呢 这 蓝蓝 对于运动员来说 比拿冠军更重要的 是公平竞争的运动员 这些人精神啊 我知道了 谢谢你提醒了我 明天我就去向老师认错 承认错误需要更大的勇气 为你的勇气点赞 嗯 我的冠冠军战衣呢 来了 你快来看 这是冠军战衣的布头 谁干的 阿小龙选手 闪亮登场 闪亮登场 我的冠军战衣 我穿 是不是很合适呀 快还给我 我要拿去跟体育老师认错的 穿上件件衣服 浑身充满了力量 我才不还给你 哈小龙 哈小龙 你抓不到我 来了 我们从两边包围他 你们来抓我呀 你快给我下来 尝尝我的S球吧 简直是火箭炮啊 哈哈 快想想办法 完全没办法呀 完全没办法呀 好痛 不 不好了 救命啊 谢谢你们救了我 我浑身好痛啊 我知道了 一定是冠军战衣 对你的肌肉和神经刺激过度了 啊 就像运动员使用兴奋剂 会伤害身体一样 看来只有勤学苦练 才是唯一途径 其他的捷径都违背了运动员精神 要是我在运动会上 真穿了这件战衣 肯定会跟现在的哈小龙一样 那才真的丢人呢 我这就去向老师认错 这次我要凭自己的力量通过体育考试 第十二次机器狗探路实验 开始 加油加油 又失败了 真是可惜 连条玩具狗都搞不定 还好意思叫未来号兴趣小祖 只要你少来骚扰我们 这实验就能成功了 我这不是来骚扰 是给你们一个学习的机会 我们远古号地球考虎祖恐龙展 明天就要开展 展览的明星就是这个机器霸王龙 跑得又快又稳 绝对不会四脚朝天 哇 这么厉害 保证你们看完了之后 会对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你们小组不如解散了 来给我打下手吧 明天你会去吗 才不 这么晚了 你要到哪去啊 我要去少科站 看看司马晴空的恐龙展 你不是说不去的吗 白天去一定会被他嘲笑 所以趁晚上没人的时候去 还可以研究一下 他的机器霸王龙是怎么走路的 嗯 我也要去 你 给我 回去睡觉 嗯 你要是不带我去 我就去告诉爸爸妈妈 好吧 真拿你没办法 蛤 蓮鱼 嗯哼 别吃我 真是假的 嗯 太壮观了 我倒要看看 他是怎么跑得又稳又快的 嗯 司马晴空虽然讨厌 可是这个斩还真不错 我才不会输给这个讨厌鬼呢 我对你有信心 哈小龙 这不是滑滑梯 哈小龙 你把模型术都给弄坏了 我太喜欢这里了 这里有家的感觉 你快给我下来 来来 收拾 我要飞 不许跳 我可不想让司马晴空以为 我是不以来搞破坏的 哈小龙 回来 小姐 回来 别来 别来啊 快给我下来 快跑 还好没事 还说没事 我们可闯了大祸了 如果我跟司马说 今晚发生了一场小心地震 他会相信吗 这条腿是谁的呢 应该是你的吧 哈哈 装好了 这不像是侏罗纪的恐龙 倒让我想起了 伽马星人的宠物 这可怎么办 这些模型都混在了一起 我根本就不知道 哪个是哪个 这些事 只有古生物学家才会做 你变成古生物学家 不就行了 对啊 我怎么把自己的绝招都给忘了 古生物学家 哈哈博士 来帮忙啦 古生物学家 是专门研究古代生物的科学家 他们通过研究 古生物化石上的骨骼形状 食物残留痕迹等线索 推测古生物的种类和习性 所以说 像恐龙这么常见的古生物 你一眼就能认出来了是吗 小菜一碟 我觉得比之前布置得更漂亮了 嗯 我怎么觉得哪里不对劲 霸王龙不见了 霸王龙不见了 霸小龙也不见了 难道说 糟了 一定是哈小龙带着几奇霸王龙跑了 我们得在天亮前把他们找回来 否则会引起骚乱的 顺着脚印着 太帅了 我就是地球的霸主 谁敢小看我 本子 朝哪儿尿呢 看 霸王龙就在前面 太好了 糟了 前面就是司马前空的家 千万不能让他看见 帅 刚才是做梦吧 没见 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 哈小龙 快跟我回哨课站去 不要 骑上世界上最厉害的霸王龙 我就能称霸地球了 霸王龙这么高大 我们拦不住啊 你不是很熟悉霸王龙的生活习性吗 快想想办法 有了 霸王龙根本不厉害 你说什么 霸王龙只是看上去很威风 其实才又喘又笨 你骗人 是真的 不信你来抓我们试试 好 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霸王龙的厉害 这就是你想的办法 叫霸王龙把我们猜拟 放心 根据古生物学家 对霸王龙普遍不符合的研究 行动缓慢 就是它的弱点 但是它是机器霸王龙啊 这个机器龙体重幼稳 完全采用了防生物设计 所以跟真霸王龙一样 只要它追上我们一段 肯定就没电动不了了 当然如此般 就连我这种跑步不符合的人 都比你跑得快 你怎么跑得这么慢呀 快 快追呀 这一天这边一边买点吃的吧 嘿嘿嘿 好 收获公主 上 上就抓到你的 你怎么了 快起来呀 霸小龙 你闹够了吧 你称霸地球的美梦 该结束了 怎么样 修得好吗 修是能修好 可是明天开展前肯定来不及 那可怎么办 司马晴空肯定会在恐龙展上 掩饰这个机器霸王龙的 都怪你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你们想要怎么惩罚我 我都接受 我有办法了 这么觉 你在angled 我们老人的 都怪我 是跳舞的 从小龙的 这个机器霸王龙的 也许定不及 反正 这个机器霸王龙的 这个骗洞 就是 蛭 他 这个霸王龙也很逼真 简直比自然博物馆的还棒 难得提到你的夸奖 看来是真的不错 不过我有个小建议 什么建议 这个DT霸王龙太像真的了 你就不要也是走路了 否则大家以为他活了过来会引起骚乱的 完了 你今天是怎么了 变着法来夸奖我 不不不不 我是说真的 不要让他走路比较好 不吓到大家的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大家看这里 现在不要让霸王龙复活了 我成了哈小龙牌石膏板了 今天早晨在本市多处发现了神秘的大脚印 是真的 我真的看到大恐龙了 当时我快追到大恐龙了 可惜当时他跑得太快 转眼不见了 不过 Hollanda 不是 他是些胶子 像是有兑竅的 这颈 participant 跑到夜晚他们 就知道 是 您家的快递麻烦签收一下 爸爸 你又买这么多东西 我等了好久的限量工具 还有妈妈的化妆品 哈哈和哈小龙的游戏机 蓝蓝模型都到了 现在大家都网上购物 每家的快递越来越多了 辛苦了快递哥哥 再见 不辛苦 不辛苦 蓝蓝 再见 跟上 你们等着呀 你们去哪 怎么的呀 我的胶带都用完了 最后一包薯片也没了 老婆 我卫生纸也快完了 别嚷嚷了 我网购的蔬菜和烤鸡马上送到 准备开饭了 奇怪 今天快递怎么还没来啊 对不起 今天出了点意外 你们家的会计还得过两天才能送到 真的非常抱歉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借过一下 不好意思啊 完了 我做的模型还要去参赛呢 我订的教材 明天要给学生上课用呢 还有我的零食 玩具 都别吵了 快递小哥都伤成这样了 你们就别催了 还有 今天吃泡面 没有快递的日子 度日如年呢 好 原来你们地球人这么需要快递员 是啊 什么事都做不了 让我来帮你们吧 太好了 哈哈 哈哈 你真是雪中送炭哪 大家别担心 送货什么的 就交给快递员哈哈吧 你确定你一个人能送得了这么多快递吗 哈哈 我看这一次就算了吧 这么多快递 你一个人送到明年也送不完 嗯嗯 我腿短跑不快 你可别让我帮忙 哈哈 你们可别小看了快递员 我们送快递啊 也是需要技术含量的 嗯 这是我们负责投递区域的地图 一共有824户人家 需要运送2415件快递 作为一名合格的快递员 我们必须规划好路线 在尽可能短的路程里 送出尽可能多的包裹 尽量不要走回头路 这样会浪费很多时间 不用担心 我有办法 不过需要借用一下你的货箱 和兰兰的帮忙 嗯 那倒是没问题 不过你们要做什么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嗯 嘿 哇哦哈哈 真是个好注意 看我的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全自动快递机器人 它会自动抓取快递 扫描地址 并且计算生成送货的最佳路线 请看管好宠物 你才是宠物 快递派送路线 已计算完毕 快递机器人 开始派送 收到 快递派送路线 快递派送路线 已计算完毕 快递机器人 开始派送 收到 快递总的来了 奶奶 给我们送快递的是个机器人 好棒呀 楼上的快递可以送到吗 谢谢你 新来的快递员 太厉害了 才半个小时 这有过箱的包裹就送完了 她马上会回来取件 接着再派送这个区域 哈哈 兰兰 你们的快递机器人 真是派了大用场了 这种小发明容易得很 哈小龙 把那个箱子推过来 我这么小 推不动啊 看来 人类离开了快递 就没法正常生活了 这个机器人来得正好 我的玩具和零食 马上就可以送到 笨蛋 只知道你的玩具零食 你没看出来 这是个好机会吗 嗯 什么机会 你只需要在那台机器人的芯片上 倒点鬼 就能引发很大的混乱 嗯 那就等着看好戏 嗯 嗯 你 你在干嘛 快让我们出去 你是怎么投快递的 糟糕 机器人怎么失控了 喂 我的快递怎么被丢在马路上 我心买的花瓶都碎了 你们是怎么投的快递 我的臭屋都打破了 喂 管管你们的机器人 他在路上妨碍交通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们正在想办法 哈哈 兰兰 你们的机器人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看来只要高点小破坏 地球果然会陷入大混乱 我哈小龙太有才了 我 我 我的玩具和薯片 我的快递也完了 我发现问题了 机器人的投递程序里有病毒 那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 我们要查杀病毒来源 然后输入加密程序 这次要通过人脸识别验证后 才能开始投送快递 还要输入自动驾驶的程序 让它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这样无论在哪里 它都不会引起混乱了 我知道这是谁干的了 哈小龙 这个玩笑你可开大了 又是你 哈小龙 哇 哇 哇 你没事吧 吓死我了 人脸识别通过 快递一针去送达 太好了 现在的派送准确率 已经达到百分百了 没有违章也没有送达 时间也特别快 快递哥哥 你去好好养伤吧 看到大家收到自己的快递 我就放心了 这是我的玩具球 快递正确送达 希望您拥有快乐的一天 对不起 哈小龙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 从从从蓝把嘴巴打开 你有三颗猪牙 哈哈你也有一颗猪牙 还有哈小龙 你别笑 你只剩两颗牙 多刷牙 少吃零食少吃糖 从今天开始 家里尽致出现任何甜食 好 现在开始补牙 等等啊 你们仨乖乖在家 不许偷吃 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知道了 保证不偷吃 没有糖吃就像地球失去了色彩 没有糖吃就像比铃星失去了能源 科学研究证明血糖浓度太低会影响情绪 再不吃点甜的 我会变成世界上第一只得意义症的恐龙 哈哈你想想办法 有没有什么职业可以让我们吃到糖啊 况且 况且我们现在一天都刷四次牙了 保证不会再有蛀牙了 有了 还真有一个职业 可以让我们吃到健康又美味的食物 哈哈 你这件衣服好奇怪啊 怎么穿得像宇航员一样 我现在是养蜂人哈哈 这件衣服是防止蜜蜂叮咬的防蜂服 养蜂人 那旁边这个又是什么呀 那就是说 我们现在可以有蜂蜜汁了 这个是生态蜂香 只要把这颗宝石放上去 整个蜂蜂的生态系统就会复苏 哇 好神奇啊 可是小蜜蜂应该更喜欢大自然 我们把它搬到花园里去吧 好嘞 没问题 这个蜂香虽然从外观上看是透明的 但是对蜜蜂来说是看不到外面的 这样可以让它们觉得很安全 我们也能看到它们制作蜂蜜的全过程啊 我 我看到里面了 这 这是什么虫 这么大 这是蜂后 它开始苏醒产卵了 蜂后冬起来了 它是在生蛋吗 没错 它是这个蜂群中所有蜜蜂的妈妈 它剩下的其他小蜜蜂叫做光蜂 专门负责制作蜂巢 采蜜 酿蜜 我们吃到的蜂蜜就是它们生产出来的 快看 小蜜蜂在格子上钻来钻去干嘛呢 怎么 怎么还不去采蜜啊 它们现在在搭建自己的小房子呢 为什么每个小房子都一模一样 这叫蜂房 是小蜜蜂分泌出的蜂蜡 每一格都是六边形 这里既是它们的家 也是储存蜂蜜的地方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哎 这小蜜蜂飞出来了 快看 这只公蜂发现外面的花朵了 它用舞蹈来告诉同伴们 花朵的方向和距离 原来它们的舞蹈竟然是一种语言 真有趣啊 它们要去哪里啊 在不远处应该有一株开花的植物 小蜜蜂啊 踩蜜去了 总算踩蜜去了 我要去尝一尝 这小蜜蜂飞得太快 我追不上了 这个好办 看我的 哈小龙 不用你跑腿 这只机械蜜蜂 安装了微型摄像头 我们只要看这个 小蜜蜂采了好多蜜啊 蜜蜂是非常勤劳的昆虫 每酿造一千颗蜂蜜 需要进行几万次的采集飞行 采集几百万多鲜花呢 勤劳的小蜜蜂 你们看 蜜蜂身上有很多绒毛 蘸了好多花粉 到处传播呢 蜜蜂在采蜜的同时 也完成花朵的寿粉 植物只有经过寿粉 才会结果实 怪不得水果是甜的 我也要吃水果 哈小龙 你怎么光想着吃好吃的 我们每天可以吃到 这么多水果和粮食 都有他们的功劳呢 如果我们把蜜蜂全部消灭 那地球上的植物 岂不是都要完蛋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操控 不行不行 我还等着吃蜂蜜呢 对哦 我怎么忘了 我也好久没吃甜食了 哈 哈 你们看 小龙把蜂蜂掉出来的 对啊 这就是蜂蜂蜂蜂了 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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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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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蜂��蜂� 三十三的一点五个 又香又甜 还有外套的烟味 你看看更好吃 不会 你们别让他吃完了 这样子的东西都给你收拾一下 你能不能喽 你能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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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让妮女的姐姐吃了 真是不错的美味 我们可以绑架蜂蜂 这样 他们只要想吃蜂蜜 就得听我们的了 怎么样 好吃吗 当然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甜的蜂蜜 既然这么好吃 那你 什么 绑架蜂蜂 本蛋 你想想 只要有了蜂蜂 这么多蜜蜂 以后 就作为我们俩酿蜜了 好办法 奇怪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好 蜂蜂不见了 蜜蜂女王 以后我就是你的主人了 你快给我多生点小蜜蜂 多酿点好吃的蜂蜜 他们一定是去找蜂蜂了 快 我们跟上他们 喂喂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奇怪 他怎么不理我 妈呀 小蜜蜂找妈妈呀 我跑 救命啊 救命啊 不行我要偷你们妈妈呀 我只是开个玩笑啊 妈呀饶了我吧 我以后再也不吃蜂蜜了 哈小龙 原来是你偷走了蜂蜂 怪不得蜜蜂都要盯着你呢 我再也不偷蜂蜂 也不吃蜂蜜 还不行吗 这小蜜蜂也太可怕了 它们虽然很小 但是又勤劳又勇敢 千万不能欺负它们 不敢 我再也不敢了 最近牙齿保持得不错 看来可以奖励你们吃颗糖 你们看 这是给你们的特别礼物哦 怎么样 开不开心 爸爸 我们早就不吃巧克力了 给哈小龙吃吧 我们俩有更好吃的东西 你们说什么 没什么 我什么也不要吃 太可怕了 这个哈小龙活该 奇怪 他们真的不爱吃糖了 医生 孩子们不会生了其他毛病吧 蜂蜜做的甜点 营养又健康 实在太好吃了 对了 吃完甜食 不要忘记刷牙哦 有好牙齿 才能品尝更多的美味 还有 我们也要像小蜜蜂一样 勤劳又勇敢 不吃 坚决不吃 别任性 小孩子要吃蔬菜才会健康长大的哦 妈妈 就算不吃蔬菜 我也能长大到七岁的 你 蜂蜜 蜂蜜 挑食是不对的哦 爸爸 我们人类进化到食物链的顶端 不是为了和食草动物抢这些叶子吃 好吃的东西多了 比如香肠 炸鸡 烤肉 还有 还有薯片和冰淇淋 就是 你们不把这些蔬菜吃完 今天断网 手机没收 你们这是危险 我在追的剧今天会更新 我要收集笔菱星复原的资料 这才是乖孩子 要全部吃完哦 蓝蓝 你怎么了 我妈妈每天比我吃天下第一难吃的蔬菜 看去整个人都变绿了 我爸爸也要我每天喝牛奶 我又不是小牛宝宝 我讨厌胡萝卜 可是我奶奶做的每个菜里都有胡萝卜 我又不是兔子 这你就不懂了 蔬菜是这个地球上最好的食物 自然健康爱护动物 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 如果不是家里人的阻挠 我已经成为一个素食者了 我 我除了不想吃米饭 其他什么都喜欢 可 爸爸妈妈非得让我吃米饭 我又不是饭头 我们比灵星可没有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零食 尤其地球上的薯片是我的最爱 可是妈妈总说是垃圾食物 有这么好吃的垃圾沉在地球上的日子 不吃白不吃 哈小龙 你别吓唐热闹 我们比灵星人只吃一种补剂就能提供身体的全部能量了 可惜地球上没有补剂 但是有丰富的食物 功能是一样的 就是吃起来麻烦些 看来我们要成立一个难吃食物的反抗联盟 我加入 我也加入 我再也不想吃胡萝卜了 我 我加入 我也加入 好吧 蓝蓝 难得你有一个决定可以吸引到我 我就勉为其难支持一下吧 可是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哈哈 你是万星人 你不懂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秘密反抗一下难吃的东西 这样才对 来 妈妈再给你装一碗 今天蓝蓝吃得这么干净啊 真乖 这一周 我总共才吃了三根菜叶 我一口牛奶都没喝 我把胡萝卜藏在杯子里 你看 都发芽了 成功瘦身五公鸡 我把大鸡腿给小狗吃了 在地球上的感觉太好了 特别是在厕所的时候 很好 难吃食物反抗联盟 出战告捷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棋 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来想想办法 大家静一静 我现在作为营养师哈哈 希望你们停止这种错误的行为 在你们丢弃的这些食物里 有着不同的营养 不喜欢的食物我们不吃 这有什么不对 可是你们地球人非常需要这些丰富的营养 我们吃的其他食物里也有营养啊 只是口味不同而已 是啊哈哈 我们地球人可跟你不一样 而且 像我这样的天才少年 别人吃什么 我也跟风吃什么 一点创意都没有 说得太对了 我就不吃饭 可是哈哈 你就别说了 难吃食物反抗联盟 一定会继续努力下去的 那好吧 朗朗 不过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我要做一台特殊的机器 元素分解体取机 这是做什么用的 现在保密 不过用不了多久 你们就知道了 来了 我还有一个小请求 希望你们可以把每天不吃的食物 统统给我 我想进行一点研究 没问题 来来 快点 我们要迟到了 拉 拉不出来 来来 你上个厕所怎么跟做实验一样 也太执着了吧 阿姐 最近这是怎么了 老是变迷和感冒 实验课刚刚结束 对不起 我最近不太舒服 其实 最近我也情况不好 我的牙齿掉了 一直都没再长出来 我的视力越来越差了 你们没事吧 没事 我就是有点没力气 一定是最近带用功 没休息好 东瓜 你真的瘦了 可是 看起来有点奇怪 减 减 减肥成功 耶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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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家怎么都生病了 看来最近大家的身体都不怎么样呀 只有我越来越强壮了 你们谁帮我把饮料拿过来 带根吸管呀 我知道你们得了什么病 这是我为大家特制的神秘药丸 只要听我的话 每天按时服用 每个人都能恢复健康 真的吗 来 根据每个人情况的不同 你们需要的药丸也不同 来了 这是你的绿药丸 杨烟 你的是白药丸 诸葛聪明是黄色药丸 冬瓜是黑色的 司马晴空的药丸是红色的 还有哈小龙 你的药丸是蓝色的 记住哦 每天吃饭的时候吃一粒 身体就会好起来 我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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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第二天吃 没有 恼 咪咪药丸真的很有效 我们身体全都恢复了 哈哈 你这台元素分解机 制造的药丸还算不错 就是味道不怎么样 我正在考虑 帮你的分解机升级改进下 但是我还是没弄明白 我们怎么会同时生病 又同时恢复呢 其实你们并不是生病了 而是缺少营养 缺少营养 我们吃的一点也不少呀 虽然大家每天都吃的很饱 可是因为挑食 就导致你的营养元素单一 久而久之身体就会提出抗议 这些药丸其实一点都不神秘 蓝蓝不爱吃蔬菜 缺乏的是维生素C和纤维素 造成的结果就是容易感冒和便秘 凉艳不爱喝牛奶 又会发晒太阳 所以缺少的是带质和维生素C 会让你的牙齿和骨骼色的流下 这是从胡萝卜和其他黄色素果里 提出出来的维生素A和叶黄素 少了它眼睛就会出问题 中花为了准备一只骨饭 缺少看肌化和物 这会让你四肢无力 感应直会 而芝麻奇就会因为吃素 缺少的是肉类中的蛋白质 会造成免疫力下降 阿小龙 这问题最严重 因为这是垃圾食品 所以什么都缺 而且还会发胖 这是虚胖 不要误以为是强壮 原来食物里的营养 有这么大的学问 看来少吃哪种都不行啊 没错 靠这些药丸只能一时缓解 真正的健康还是来自于均衡饮食 当然还是要适当运动 但是哈哈 有些东西我们真的不喜欢吃 可怎么办呢 我有办法 太可爱了 还真是什么食物都有呢 各种营养都齐了 胡萝卜做成了花朵的样子 看起来真好吃 我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作为一名营养师 从食物的营养口味到美观 都有合理搭配 这样才能让小朋友快乐地 收获食物里的宝藏 来吧 我们一起好好吃饭 在刚刚结束的 全国少儿科技大赛上 来自我是少科站的 司马晴空同学 凭借它花朵的智能健身滑板 获得大赛第三名 这台智能滑板 自带重力系统和滑翔装置 可以非常安全地做出 各种开服不可能的动作 比如具体的在墙面上滑行 还有低空滑翔 看起来真厉害 三年级的就是不一样 不就是一块滑板吗 不用太羡慕我 只要像我一样努力又有天赋 迟早也会成为焦点人物 对了 让你们见识下我的新创意 凌空悬浮 凌空悬浮 师父成帅 我也想玩 幼稚 危险快让开 完了 鞋带被载住了 你这小孩 大马路上王滑板 不要命了 好险啊 是哈小龙救了死马呢 哈小龙 你得求生的可真准啊 哈小龙 你天天玩皮球 今天真派上用场了 你可真棒 要是刚才那一幕 也被新闻拍下来就好了 可以提醒大家 再好的发明 也不能在马路上表演 我有办法可以做的 各位 我现在是记者哈哈 司马同学 我要采访你 由于你刚才的一个小失误 差点导致车祸 请问有什么感想 下次你还会继续在路上玩滑板吗 对不起 我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 再也不会在危险的地方玩滑板了 哈哈 这条新闻太棒了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记者 居然能让司马勤空认错 我作为记者 只是收集了现场素材 调查采访事件对象 让他认错的是足够的事实 而不是我的提问 你们快看下去 还有我 还有我 我当时看到情况非常紧急 灵机一动 想到了除了爱吃零食 我的投球技术还是不错的 于是就把球扔了过去 真的太危险了 多亏了哈小龙反应那么快 我们也想告诫司马同学 过马路一定要一停二看三通过 哈小龙 你成旧人小英雄了 可惜哈哈没拍到当时的画面 对了 我们可以做一台能够自动记录新闻的跟拍机器 这样以后不管发生什么紧急情况 记者都能抓拍到现场所有画面 嗯 好好 这个主意太棒了 好了 自动新闻制作机搞定 只要有突发事件 机器就会自动抓拍 还会根据记者所说的内容 编写成新闻稿 自动上传到网络 这样 即便是一分钟前发生的新闻 我们也都能立即看到 有了这台机器真是太方便了 我们可以来试试 好 赶快来试试 今天是四月三号 一台自动新闻制作机 在公孙兰房间里诞生了 从此以后 新闻播报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记者哈哈为您报道 我在课试 喜欢做一点小发明 希望能让每个人的生活都方便又舒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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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爱公孙兰 嗯 公孙兰 你好厉害呀 嗯 是啊 这么小年级发明这么复杂的摄影机 太有才了 嗯 是啊 嗯 嗯 嗯 明明昨天我才是新闻焦点人物 嗯 嗯 蓝蓝 你的新闻可真棒 就是 发型没说好 剪的脸有点大 嗯 蓝蓝 明年的科技大赛 凭你的发明 肯定把司马晴空比下去 那是 嗯 昨天那个 眼看的车头就要换到司马了 我一个头来 等等 新闻记又发现新闻了 啊 啊 嗯 嗯 哨科站一名叫夏东的学生 是在实验室做实验时 制造事故引起爆炸 目前公司老师正在进行紧急处理 同学们在做实验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再三确认事迹成分配比 嗯 别 别拍我 哈哈哈哈 嘿 既然地球人这么热衷新闻 如果 我们把新闻内容稍微调整一下下 这些愚蠢的地球人就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 可是大家已经不关注我了 没关系 人类想看什么新闻 我们就制造什么新闻 这样关注你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让地球陷入混乱 人类喜欢看什么新闻 你还不了解吗 人类最喜欢看的就是别人出丑 开始吧 这里是哈小龙的特别新闻 传说中的科学少女公孙兰 其实是一个一窍不通的笨蛋 做什么都会失败 据传闻他一切的发明创造都来自于一个神秘的外星怪物 哈哈 而哈哈的真正目的则是通过了解地球的文明 最终占领地球 不会吧 孤孙兰居然是个冒牌货 那个哈哈果然是外来星球的间谍 司马秦宫虽然表面上承认了错误 但是他还是不死心 这个滑板的安全系数实在太低了 一旦把这个伪劣产品投放市场 后果将不堪设想 你的滑板太糟糕了 快扔了吧 离太远点 这滑板太危险了 快走快走 这是我自己做的草莓蛋糕 快来尝尝 等我们搭完这块模型 根据记者哈小龙的调查 少科站的杨燕是兴趣小组中成绩最好的一个 还一直帮助诸葛聪明 不惜功课 但是他们三个当中成绩最好的就是公孙兰 公孙兰一直想在发明创造上超过他最强劲的对手 银马秦宫 少科站里面大家其实一直都在比赛 看来地球人真是太好骗了 接下来我该发布恐龙复活的新闻了 到时候只要我一出现 大家就被我崇拜 哈小龙 你这个黄化精 我所有发明都是自己完成的 我的滑板没有问题 只是当时踩住了鞋带 你歪曲事实 我才没有给诸葛聪明补课呢 兰兰的成绩虽然不是很好 但是搞发明兰兰确实比我强 我从来没有想过占领地球 想占领地球的是你 哈小龙 你的编造假新闻骗人 你们看 点击量这么高 说明每个人都看了我发布的新闻 哈小龙 既然你这么喜欢制造假新闻 那也让你体验一下假新闻是什么感觉 据科学家证实 此前频频出镜的哈小龙 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只变异的公鸡 因为每天早晨 他都不由自主地跑到屋顶去打 目前科学家正打算对他进行 那是邻居家的公鸡 飞到我们家的房顶了 妈妈要我把公鸡赶下来 你们 你们这实在骗人 我是哈小龙 不是公鸡 看那儿 它是由公鸡变的 看哪看哪 这个就是变异的小鸡恐龙 还有每天打鸡的习惯 太高笑了 哈小龙 你现在知道编造假新闻有多骇人了吧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 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尊重事实 一旦离开了事实 新闻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当然知道你不是公鸡 可是观众不知道真相 你利用假新闻欺骗观众 是非常不道德的 我 我知道错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应该用假新闻来欺骗观众 我向所有人道歉 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 不过 有一点我一定要说明一下 我绝对不是一只小公鸡 我是哈小龙 我 在遥远的银河系边缘 有一颗名叫中山的星球 银河大道灰小狼 正在这里对宇宙警察追 银河大道从哪里头 这个宇宙大道长得太丑了 杨燕 你说我们拍的影片 能去参加科幻影展吗 没问题 这个故事是东郭先生的全新演绎 对 我们把经典题材结合了现代元素 该我上台了 欢迎旁白 好 眼看灰小狼就要被宇宙警察追上 此时通信了一位名叫东郭先生的星际旅客 银河大道连忙上前 苦苦哀求 这位先生 我正在被别人追赶 求求您把我藏起来 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 好吧 看你这么可怜 东郭先生很同情宇宙大道 于是打开了自己的飞船 同意把他藏起来 这位先生 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灰色的家伙 他是中山星上的逃犯 我正在追捕他 没错 我不但看到了他 我还抓住了他 现在正要把他交给银河警察局 你说什么 我才是警察 小警察 有我司马晴空 不 东郭先生在 这里就没你什么事了 老大 故事不是这样的 你得说你没看见 司马晴空 你的台词错了 是兰兰要抓他 不是你要抓他 我不同意 凭什么这个故事里 我就不能抓坏人了 我东郭先生才不会上当呢 不行 这个笨人是恶蛋 我说了算 明明是我先抓到的 东郭啊你给我过来 求求你们别争了 我赞手还不行吗 救命啊 你们别吵了 我们这个电影到底怎么演 东郭先生就应该按照 预言里的故事来演啊 都什么年代了 东郭先生早就有自己的想法了 随随便怎么演 只要你们别把我东郭 劈成两半就行了 有了 我知道有一个职业 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我现在是编剧哈哈 大家听我说 兰兰和司马晴空之所以会有矛盾 是因为大家的手上没有剧本 剧本是什么呀 我们看到的每一部动画片 电视剧或者电影 都是许多工作人员一起合作的成果 不过拍摄之前 最不可缺少的一样东西 就是剧本了 剧本上写着每个角色要说的话 要做的动作 和会发生的故事 所有人都必须按照剧本上写的台词和提示 来进行表演 这样 才能顺利制作出一部好作品 原来是这样 早说嘛 我还懒得跟地灵儿童浪费口舌呢 没错 我作为编剧哈哈 你们每个人的台词和动作 就由我来决定了 我一定会写出最好的故事 让我们的东郭先生 成为科幻影展上最好的作品 又是剧本太厚 台词背不下来怎么办 你就知道吃 不能烧在小纸条上吗 这个可有点为难 你们等着 这点小事难不到我公孙兰 这是我为编剧哈哈特制的剧本写作机 哈哈写完剧本后 只要按这个键 就可以打印出一副剧本隐形眼镜 大家戴上这副隐形眼镜 每个人要说的台词 就会出现在眼前 这样就能顺利完成我们的表演了 太好了 我这就回去写剧本 各位 我们明天十点准时开机拍摄 哈哈 左边剧的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很难呢 难倒是不难 但是怎么把故事讲好 让大家有兴趣看下去 可一点都不简单 我不明白 比如我要讲一个铅笔和橡皮的故事 他们是一对好朋友 可是橡皮特别喜欢纠正铅笔的错误 总是把铅笔写的错别字擦得干干净净 于是铅笔生气了 在纸上乱涂乱画 想让橡皮在擦的过程中彻底消失 可是没想到 他涂完一整张纸后 自己只剩下铅笔头了 于是铅笔哭了起来 这时候橡皮过来 跟铅笔说了一句话 橡皮说了什么 我也想知道 你看 你们想继续听下去了吧 这是因为 刚才的小故事里 就有着编剧的技巧 先是设置了 铅笔和橡皮的关系 他们是好朋友 可是因为一些事情矛盾了 于是铅笔采取了行动 要对付橡皮 却导致了糟糕的后果 编剧靠着不断设置矛盾 解决矛盾 就可以写出吸引人的故事了 听起来很有意思 好人会被坏人欺负 然后去打坏人 打赢之后 还有下一对坏人 哈小龙 看来你也可以写剧本了 好了 东郭先生剧本完成了 明天大家戴上台词眼镜 我们就可以拍摄了 真是太好了 听爸爸说 明天在少科站的拍摄 还会进行网上直播 明天一定会很顺利完成的 我们早点休息吧 傻瓜 你先别走 编剧真有这么厉害 想干嘛就能干嘛 没错 既然这样 趁着明天的直播机会 我们微微篡改下剧本 会有意外的结尾 三二一开始 这位先生 要知道 我是珍稀保护动物 根据银河系动物保护法 我们灰小狼 应该得到全宇宙的爱护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好吧 那就到我的飞船里 来躲一躲吧 这位先生 请问你有没有看到 一个灰色的家伙 他是中山星上的逃犯 我正在追捕他 他好像往那边跑走了 感谢 好了 回小狼 警察走了 你可以出来了 谢谢你东郭先生 既然你做好事 救了我的命 现在我饿极了 你就再做一次好事 让我吃掉你吧 别跑 救我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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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kan 太好了 观众对我们的演出评价很高呢 太棒了 我们这次一定会拿奖 等等 虽然我是宇宙中的坏人 但是有一个人比我还要坏 他才是真正的宇宙大盗 什么 奇怪 这不是我写的台词 他是这个宇宙最厉害的恶魔 最危险的坏蛋 也是地球曾经的主宰 他就是恐龙的传人哈小龙 大家好 我才是真正的银河大盗哈小龙 哈小龙 我们从今以后会听从你的话 让地球重现恐龙的慧望 糟糕 台词被人改动过了 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什么 这么混乱 怎么又出来一个新的角色 故事说不通啊 全乱套了 哈哈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别担心 编剧还有一项技能 就是无论故事发展成什么样 都得立刻想办法圆回来 哈小龙 灰小狼 你们俩都被逮捕了 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演的一出戏 没错 我们故意放逃了你的同伙 灰小狼 让他来把你引出来 你果然上当了 人人都以为东郭先生太善良了 会受到宇宙大道的伤害 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只要做了坏事的人 就一定会受到惩罚 孩子们编的故事 我们还真没想到 挺好看的 这个结局我没猜到 真不错 太好了 终于胜利快损成了 虽然有点小波折 幸好还是被哈哈圆回来了 你还记得 那个橡皮和铅笔的故事吗 你知道橡皮最后 跟铅笔说了什么吗 说了什么 橡皮说 我们是朋友 我的存在 就是为你擦掉你的错误 希望你可以成为更好的你 太感人了 对不起哈哈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篡改你的剧本 阿小龙 我知道你有很多 自己的故事想说 你也可以从头到尾 自己写个剧本 阿小龙 要加油 我们都等着看你的剧本 妈妈怎么还不下班 都六点了 我肚子饿了 宝贝 今天爸爸妈妈都要加班 不能回家做晚饭了 我给你们叫了外卖 有饭有菜有汤 还有果汁 你好 你们的外卖来了 祝你们用餐愉快 真是太丰盛了 阿小龙 你吃慢点 疼死我了 阿小龙你怎么了 我的天哪 阿小龙你怎么变成紫色的了 蛮可爱的哦 肚子好痛 阿小龙 你没事吧 我的天哪 这些都是什么 为你有异物 阿小龙 你是不是连外卖的餐具 也一起吃下去了 当时我太饿了 一咬就吞下去了 还挺脆 很多一次性的餐具 都含有有害物质 有漂白剂 重金属 细菌 等 张嘴 你肚子里有害物的活性物质 暂时会保持稳定 不会被吸收 会分解成小颗粒 和排泄物一起排出 好险呢 以后我们再也不要用这些餐具吃饭了 还是刚刚的颜色好看 绿色好看 绿色好看 要是所有的外卖餐具都安全又健康 那该多好啊 还得轻便结实 不能像瓷器一样容易打碎 还得环保耐用 用一次就变成垃圾 太浪费了 还污染环境 到底有什么材料可以满足这么多要求呢 我知道了 这种材料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每天都能看见 什么 你等着 我现在是木匠哈哈 地球上最丰富的资源就是树木了 我们可以用木头来制造出安全 环保又结实的各种餐具 哇哦哈哈 你太聪明了 我怎么没想到呢 哼 这有什么可稀奇的 走 兰兰 我们去绍科栈 仓库里有些木料 好啊 我们走 喂 等等我 纯手工打造的木材小碗 完成喽 人呢 哪去了 哈哈 你这么做一个碗也太慢了 半天才做出一个 我改造了一件适合你用的工具 不过 要贡献一下你的宝石哦 当然没问题 这是我用激光发射器改造的激光木具 可以很方便地把木头加工成你想要的形状 来了 你这是太棒了 来 给我木匠哈哈上场了 太结实了 我再也不会担心变成别的颜色了 哇 这个木丸很不错呢 我家宝宝也可以用 摔在地上也不会碎 还有木头的香味 大自然的味道 这木丸又便宜又好用 还可以就地取材 我是开餐厅的 我要预定两百套 好的 没问题 木头这么好 我想做玩具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木材还可以做桌子 椅子和各种家具 甚至还能造房子 还能造船 太棒了 我想造一个小飞机 没问题 不过在那之前 首先我们要选出 合适的木材 奇怪 木头难道不都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作为一名木匠 最想要了解的 就是每一种木材的 不同的特点 你们看 不同的树木用途也是不一样的 例如柳树 它的枝条很软 可以编成柳条框 用来装东西 香樟树上有很特别的香味 但是虫子们可不喜欢哦 所以它会被做成柜子 箱子 用来存放珍贵的东西 这样就不会被虫子咬坏了 太好了 我们就用章木来做家具 松树的木材不软不硬 不怕水也不会坏 蓝蓝的小飞机 可以用松木做的 小龙 小龙 你可真厉害 来 我来吃一吃 吃一吃 我刚用力子把它定好 你太胖了 你们别闹了 木杖可没这么简单 带木杖们都不用浇水和钉子 就能做出各种各样的家具和耗出来 都不用浇水和钉子 这个方法叫做孙老 就是在两块要连接在一起的木头上 分别做出凹骨的形状 拖出来的木头 一起要凹进去的木头里 两个木头就老老地连接在一起 还真可惡 此盲有着各种各样木头的做法 甚至还能让两块木头添翼 放在一起 木杖是一个很古老的专业 你们中国在明朝时就用木料做家具 早已达到了家具设计的巅峰 每件都是艺术品 是中国古老的文化和智慧 历史老师说 明朝有个叫朱游教的皇帝 就喜欢做木工 看来木工的确很好玩 我的小飞机做好了 我的小凳子也好了 这下可结实了 喂 你这个笨蛋 你们在做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你知道吗 危险 什么危险呀 你们这是在破坏地球 破坏地球 树 树 树 你们在砍树 人类自己也无法在地球上生存 地球对我们就没有价值了 笨蛋 那 那我们该怎么办 放火 烧了它 嗯 啊 烧 烧 烧了它 对 只有把他们刚才做的东西 烧得一干二净 让他们知道树木 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一然 容易引起火灾 哈哈哈哈 这样 他们就会收手不干了 嗯 有道理 我来搞定它 哈小龙 你在干嘛 没 没 没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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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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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小龙 你怎么能玩火呢 我 我不想你们再用木头做东西了 为什么 你们把树砍光了 这个地球也变成土球了 就不好玩了 嗯 难道你有这么高的觉悟啊 哈小龙 你知道这个木头为什么点不着吗 嗯 我们早就用最新的科技 对木材进行了特殊处理 不但可以防火 还可以防腐和防水 变得非常耐用 可以尽最大程度保护木材 真的吗 哈小龙 谢谢你这么热爱地球 其实我和哈哈已经报名了植树活动 我们每砍下一棵树 只会种下十棵树 这样地球永远是绿色的 嗯 我们一起种树 让地球变成跟我一样 是绿色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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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4月7号 是节卫生日 所有家里用不到的东西 都要分类扔掉 我们来收拾工具和零件 哈小龙 你去整理厨房冰箱 过期的食物都要扔掉 自命 我来检查一下 这块蛋糕有没有过期 这盒巧克力我也来检查一下 这是什么 干嘛嘛的叶子 一点也不好吃 一定早就过期了 终于打扫完了 简直焕然一新 工具放回原味 用起来更方便了呢 累死我了 终于可以好好喝杯茶休息休息了 兰兰帮爸爸泡杯茶吧 没问题 顺便 顺便也欣赏一下我的清理成果 奇怪 哈小龙 茶叶去哪儿了 你说那些干枯的叶子吗 我全都扔了 怎么样 是不是干净多了 糟了 那是爸爸最喜欢喝的茶叶 这下怎么办呢 你是说那些叶子可以喝 对 用茶叶来泡水 这是我们地球人常喝的饮料之一 特别是中国人 不就是一些树叶吗 外面有的是叶子 看起来和茶叶也没什么区别嘛 要不 爸爸 你等着 茶叶马上就好 好嘞 慢点啊 小心开水烫哦 可是 这样行不行啊 谢谢小兰兰 今天我们哈小龙也这么懂事啊 这个茶水是酷的 我的 蓝蓝 哈小龙 你们泡的什么茶呀 这 这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 该不会是茶叶出来问题吧 好苦啊 爸爸妈妈对不起 之前的茶叶不小心当垃圾到了 这是外面院子里的树叶 原来是这样 可不是随便什么树叶都可以泡茶的哟 就是啊 茶叶里面的学问可多了 那到底什么树叶可以泡茶呢 我来想办法解决你们的困惑 我来想办法解决你们的困惑 我是茶叶师哈哈 我会告诉你这片神奇的树叶里藏着多少有趣的秘密 不就一片树叶吗 嗯 树叶可是千差万别的哦 可以做茶的只有这种 走 我带你们采茶去 你们可以亲手为爸爸妈妈泡一杯最好喝的茶出来 中国是地球上最早培植茶树的国家 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哇 真了不起 现在我们使用人造云 模拟了茶树的生长和土壤里的地理环境 你们看 茶树长得绿油油的 还不错 我就喜欢绿色 好了 可以开始采摘了 这次可不会错了 茶叶小宝贝们 我来啦 哈小龙 你这么采茶是错误的 茶叶需要使用的是茶树上最嫩的芽头 啊 这么小啊 那一杯茶得采多少次啊 没错 一颗茶叶大约需要一百一十二个芽头 泡一杯茶需要三颗茶叶 需要采集三百多次 采集下来还得再进行加工 所以茶奴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 为了喝口茶居然这么累 是啊 还有这些茶树 也是辛辛苦苦长了一年 把最鲜嫩的小芽奉献给了喝茶人 是啊 茶树和茶农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才对 哈小龙 起来 不要光吃不干活 爸爸妈妈跟茶树茶农一样 也是为了我们辛苦工作一样的道理 对 我要减轻茶农的工作 提高效率 你们等着 这是我发明的飞碟万能制茶机 它不但可以自动采摘茶叶 还能按照人们的需求来制作茶叶 兰兰 这个发明真是太棒了 以后茶奴的工作就轻松了 这个比菜叶兰 这个比菜叶好玩 好烫不辣 不要着急 有我公孙兰在 就不用你们动手了 好了 翻炒完成 现在可以品茶了 那真香 可是爸爸喝的茶水有时候是绿的 有时候是红的 味道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这是因为制作的工艺不同 红茶的制作方法就是先对茶叶进行揉拈 然后让它进行发酵 最后烘干就得到了红茶 这么麻烦 还是有点苦 加上点牛奶和糖 应该不错 没错 这就是做奶茶的配方 真的吗 我哈小龙真是天才 他天才 天上吃货还差不多 根据发酵程度的不同和茶叶品种的不同 除了红茶和绿茶 还有白茶 黑茶 黄茶 最常喝的有碧螺春 龙井 乌龙茶 铁观音 土耳茶等等 中国的茶叶品种实在是太多了 那些都是大人喝的 当然少不了适合我们口味的 水果茶 冰红茶 奶茶等很好喝的饮料 奶茶 在哪儿呢 马上就有了 自己做的茶太好喝了 喂喂喂 能不能再给我来杯奶茶呀 再来一杯 要是再来一块抹茶蛋糕 就完美了 开饭了 爸爸妈妈 今天这桌菜是我和蓝耀华人特别制作的 哇 看起来很不错嘛 我的口水都要滴下来了 爸爸妈妈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菜有什么特别的呀 这些菜都是用茶叶做的 有铺耳红烧肉 张茶鸭 茶叶蛋 还有红烧蛋糕 抹炸冰淇淋 哇 真是太棒了 原来茶叶还能做出这么多好吃的菜肴啊 茶叶不但好喝 好吃 还有很多的营养 茶多酚 维生素 蛋白质 氨基酸 生物碱 科学研究表明 多喝茶对健康也有好处 可以提神 抗氧化 抵抗辐射 预防疾病 而且还能减肥和延缓衰老 你们留点给我 哈哈 我睡不着 我也睡 我还要红茶曲奇 一杯抹茶布丁 对了 还要一杯冰红茶 爸爸妈妈 你们也没睡好吗 我们一晚上都没睡着 我哥来了也是 哈小龙 你怎么了 我 我好累呀 我这是怎么了 我的心脏好像快跳出来了 看来只能请家庭智能医生来帮忙了 眨眼 张嘴 是茶叶里的咖啡因导致你们失眠和过度兴奋 原来是这样 需要等身体里的咖啡因代谢完了才能恢复正常 那要到什么时候啊 毕竟一夜没喝眼了 我再也不吃这么多茶叶食品了 看来茶叶虽然很棒 也要适量哦 嗨 这是我做的过茶布丁 味道特别好 我特地带给大家尝一下 你们是怎么了 你们是怎么了 我们已经到达地球的中心了 这里居然有一座地下之城 这一定是侏罗纪时代留下的建筑 看 那里有一个恐龙蛋 天呐 原来地球上还存在恐龙 它们都在地心生活 原来我的先祖就生活在地球深处 我一定会去地心把你们救出来的 我肚子有点饿了 哈哈 哈小龙 要不我们去甜品店吃蛋糕吧 嘿嘿 太好了 我想吃巧克力口味的 你呢 哈小龙 你们去吧 我还有事要忙 先走了 哈小龙平时最爱吃蛋糕了 今天他怎么了 嗯 好了 孩子们辛苦了 这里有四张游乐园的门票 我们一起去玩吧 太好了 我们这就出发 好啊 好啊 哈小龙 我们走 那个 我还有点事 你们先去玩吧 奇怪 哈小龙最爱去游乐园了 今天怎么回事 哼 总算完成了 时间不早了呢 妈妈肯定在等我们了 我们赶快回家吧 嗯 那个 你们先回去 我还有事 嗯 嗯 奇怪 哈小龙人呢 刚才明明看到他进来的 啊 这家伙 最近偷偷摸摸摸的 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 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问问清楚 哈小龙 哈小龙 你在哪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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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孑鹏 啊 iqu你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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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龙 你为什么要挖这么深的地洞啊 找 找我的恐龙兄弟 他们就在地球的最中心 真的吗 噓 这是个秘密 我要把他们从地下救出来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 索性帮我一起挖吧 可是 地心真的会有恐龙吗 我才不信 恐龙早就灭绝了 千真万确 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你们别争了 马上就会有答案 我现在是地质学家哈哈 根据现有的记载证明 地心是不可能存在恐龙的 你胡说 地质学家就懂石头 才不懂我们恐龙呢 没错 我不懂恐龙 作为一名地质学家 我们负责研究地球的构造和成分 哈哈 你也没到过地球的中心 恐龙灭绝只是书本上说的 来了 百文不如一见 我们想办法去地球深处 看看那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好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好了 这是一台胶囊钻探车 有了它 我们不用自己挖地洞 也能很快地进入地球的深处 欢迎乘坐胶囊钻探车 地下之旅开始启程 哇 太棒了 我马上要成为拯救我们恐龙家族的超级大英雄了 哈小龙 有没有恐龙还不知道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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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哪儿了 这里是地心吗 别急 我们现在还在地球的表面 不会吧 我们都走了好远了 地球的结构其实就像一个鸡蛋 在大气层下 地球最外层的部分叫做地壳 也就是我们人类生活的坚硬地面 大部分都是由岩石组成的 地壳就像鸡蛋壳一样 十分坚硬 我们现在就还在这个蛋壳里继续往下 那地壳有多厚呢 地球的这层外壳是不平均的 有的地方厚 有的地方薄 中国的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地壳最厚的地方 厚达七十千米以上 最薄的地壳在大西洋的海底 只有不到两千米 那地壳下面又是什么呢 地球也有蛋清和蛋黄嘛 没错 地壳下面是厚厚的蛋清地脉 而蛋黄就是地壳 地脉和地壳的构成 既有固态的岩石矿物 也会有流动的云浆 快看 那些是什么 地球的年龄大约有四十六亿岁了 地壳上的岩层就像一页叶书一样 会记录下地球的年龄和发生过的故事 年代越近的 离地面也就越近 越古老的故事 离地面就越远 前节岩石上记载着新生代发生的事 新生代是从七千万年前开始的 地球现在的板块和气候开始逐渐形成 地球人类的祖先 语元也慢慢出现了 快看 这里有 古董的万石 这里是中生代的岩层 距今二点三亿到七千万年前 这时候的地球上出现了蜥蜴 乌龟 鱼 还有恐龙 这才是我们恐龙最辉煌的黄金时代 岩石里黑糊糊的又是什么呀 这是煤和石油 地球上最重要的能源和原料 我们地质学家的任务之一 就是要找到它们 好给更多人带来方便而又现代的生活 好漂亮的海洛化石啊 这片岩层来自古生代 距今大约六亿年前 这是鹦鹉螺的化石 这种生物到现在还生活在海洋中 被称为地球的活化石 哇 真是太厉害了 所以我们恐龙也一样还会活着 哈哈 快点 我们继续往下 可是 哈小龙 再往下会很危险 糟糕 将往钻探车 发出高温紧缝了 现在我们在地下八千米的深度 越往下越接近地脉 那里到处都是滚烫的岩浆 恐龙是不可能在那里生活的 拜托了 我真的想找到我的同伴 哈小龙 钻探车快承受不住了 我们必须回去了 你们看 那里有一个恐龙袋 一定是别的恐龙留下的 我一定要救救他 但要被阻熟了 但要被阻熟了 哈小龙 你小心脚下 太好了 我的小伙伴 我们终于相见了 不好 岩浆出来了 快 我们快回地面 想决定变好 要把你尽下 吧 兄弟 才 owner ixe 哈哈 刚才你怎么知道点火就能逃出来的 根据我的判断 那里刚好是一片充满天然气的叶岩层 点火后 我们就能让天然气体迅速的膨胀起来 借助这个推动力 把钻探车推出地洞了 哈哈 你这个地质学家可真是太厉害了 这有什么呀 我才厉害 我救出了恐龙蛋 成超级大英雄了 这帮小朋友 还闻跳伞 我幼稚园的时候就玩过了 一定很好玩 我也想玩 宝贝蛋 也要快点长大哦 我们一起拯救世界 哈哈哈 对不起对不起 摔疼了没啊 嗯 哇 绿色的 里面是我的弟弟 真的是你的恐龙弟弟 不可能 不可能 让我看看 嗯 这块是由纳格灰石和绿灰石组成的矿石 俗称翡翠 就对地球人来说有着非常大的经济价值 但在地质学上 这只是块普通的矿石而已 哎 搞不懂的地球人 是宝石啊 我发财了 我可以买好多好吃的 我是地球上最有钱的恐龙 哈小龙 你不要拯救恐龙做大英雄啦 这 这个 这是什么 跟我长得很像吗 这是爸爸给我买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他叫哈喽哈哈 你好 有意思 他能做什么呢 除了放音乐 还可以查天气 订餐厅 讲故事 教我起床 有一百多种功能呢 这么厉害 让我来试试 嗯 哈喽哈哈 你好 一百二十三乘以三百二十一等于多少 答案是 三万九千四百八十三 完全正确 哎 我来试试 哈喽哈哈 你好 我想订餐厅 有什么推荐吗 你喜欢吃什么口味 只要不是辣的 什么都可以 推荐 老四川火锅 我不是说了不要辣吗 还有 炮椒鸡爪王 火大了 你到底有没有听懂我的话 烧火 是由于人体内火旺盛 常见症状油 面红耳赤 全身发热 够了 什么人工智能 简直是人工智障 蓝蓝 它只是个智能家用电器 你没必要这么生气 对了 你可以变身人工智能科学家 把它变得更聪明一些吗 好主意 我正好可以用地球的人工智能知识 修复比林星 本姑娘真是天才 人工智能能让计算机来模拟人类的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 怪不得哈喽哈哈没有听懂你的话 它的语音识别算法里没有逻辑功能 只会抓取关键词 所以听不懂 就这样的 也叫人工智能机器人 别急 让我来给他安装一个程序 他就能自动下载学习软件 变得越来越聪明了 刚才睡了一觉 我好像变聪明了呢 哈喽哈哈 我想订个餐厅 只要不是辣的就行 没问题 边上新开了一家苏州面馆 哈哈 他真的变聪明了呢 这才刚开始呢 你跟他交流越多 他就越了解你的需要 消息 回事 那颗 那是天狼星 距离我们八点六光年 原来那就是天狼星啊 哈喽哈哈 你太聪明了 我一开口你就知道我在想什么 别看我才跟你相处了两天 我可是比爸爸妈妈还要了解你呢 刘欣 既然你这么了解我 你能猜到刚才我许了什么愿望吗 你的愿望是 长大以后成为一个科学家 天哪 你这也猜得到 这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啊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说到我心里去了 你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给我一个三十违法的电容 就在那个盒子里 哪个是三十违法的呀 真没用 我发现了超好吃的香辣锅吧 一起吃吧 你认识我这么久 还不知道我不吃辣吗 哈喽哈哈认识我五分钟就记住我不吃辣了 对不起 真是一群笨卦 今天他忘记带哈喽哈哈了 看谁都不顺眼 我们 我们躲远点吧 懒了 干嘛 你不应该用那样的态度对朋友说话 是他们太笨了 要是他们能像哈喽哈哈那样聪明 我也不会朝他们发火呀 可是他并不就有人类的意识 哈喽哈哈更了解我 他只是一个智能机器 你一定是妒忌他了 小气鬼 来 兰兰兰兰兰带我去放风筝 没看见我在忙吗 怎么一个个都那么讨厌 哈喽哈哈比你们好太多了 开口闭口都是哈喽哈哈 哈喽哈哈 没劲 看起来 兰兰现在把哈喽哈哈 当做最好的朋友了 是啊 他都不理睬我们了 看来 他只听哈喽哈哈的话 嗯 那我们就有机会 征服地球了 哦 给我找一张精神地露图 兰兰 与其把时间花在这种小制作上 不如搞个大发明 大发明 你可以发明一个人脑和人工智能结合的学习机 太棒了 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做 放心 只要按我教你的步骤把我升级就行了 嘿嘿 太好了 我的科学家梦想就要是信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吵死了 你们不要在这里妨碍我 哦 兰兰 嗯 如果你还当我是好朋友 就听我的话 不要做了 真正的好朋友会支持我 你在这里只会拖我后腿 请你马上离开 嗯 兰兰这话也太伤人了吧 自从有了哈喽哈哈 我们就不是她的朋友了 真正的朋友是为对方着想 我担心的是 她这个发明 会出什么意外伤害到她 我觉得吧 这么高难度的发明 兰兰是做不出来的 你就放心好了 是啊 现在的科学家都还没研究出来 兰兰还是个小学生呢 终于完成了 快把我带上试试看 嗯 好嘞 你已经完成地球上 所有的技能输入 太好了 接下来我要造出 许多台人工智能学习剂 让全世界的孩子 都能变成学霸 在这之前 还有一件事要做 每一台学习机 都要输入一个命令 命令 什么命令 就是所有人 都要服从我哈喽的命令 什么 来啦 快开门 他已经把自己 搬锁在里面 扒开小时了 会不会出事啊 我们来把门撬开 不行 这是破坏公物 兰兰比门更重要 来啦 来啦 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有人来了 消灭入天者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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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又是哈大龙在捣鬼 兰兰兰快醒醒 你们哈大龙控制了 我是哈哈呀 没用呢 兰兰现在只听我一个人的命令 看来 必须把他头上的哈喽哈哈 摘下来才行 对了 再强的东西 也有弱点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怎么停下了 就是现在 这是哪里 我刚才是怎么了 太好了 兰兰 你终于清醒了 哈大龙利用哈喽哈哈控制了你 让你用功夫攻击我们呢 你下手可真够狠的 那你是怎么让我恢复的 利用对抗性图片 现在的人工智能 在图像识别方面还不完善 用这样的图片干扰一下 他就会把我认成别的东西 又失败了 谢谢你们救了我 哈喽哈哈这个没良心的 连哈大龙的命令也听 真是敌我不分 我都说了 人工智能只是一个程序工具 好人用它可以造福人类 坏人用它就可以毁灭世界 那我是不是很傻 还把它当成我最好的朋友 真正的朋友 才不会嫌你傻呢 谢谢你们 你们才是我最好的朋友 好了 快把宝石上传到比铃星吧 这颗宝石一定能修复 比铃星的人工智能系统 宝石呢 在这里呢 快把宝石还我 哇 一下就跑得这么远 这下哈哈再也抓不到我了 这么没出息 就想着怎么逃跑 好好看看这种城市吧 人类已经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 就好像有其的别人系统 哈喽哈哈 把窗帘拉上 把口条打开 稍等 让我用人工智能软件 分析一下上个月的销售情况 这个APP推荐的家庭洗浴套装 太划算了 掌握了人工智能 就掌握了政府地球的力量 到时候 该逃跑的 就是哈哈了 哈哈哈哈 时间 worth 开玩笑 谢谢 敲邮 õ 二 感谢观看